我穿成了男主白月光,现在正和反派一起逃亡 他病态又娇气,死活不肯吃路边摊 我大口吃面,不吃是吧 一会黄泉路上有你后悔的 反派抓了我和女主,让男主二选一,男主选了我 然后,反派揭露我的身份,带着女主一起死 女主死后,我会被男主做成人质 我穿成了援助男主的白月光恶毒女配,上官月安 一个面若观音,心如蛇蝎的绝美郡主 此生唯一做过的好事就是在男主落魄之时为他撑了一把伞 这一称,称出一本长达百万字的替身虐文 男主自小不被父皇喜爱,几个皇兄也都不待见他 拿的是腹黑男主扮猪吃老虎的剧本 上官月安在幼年进京时为男主撑了一把伞 后来跟随父王守在边疆,被西域王子盯上 两国为了和平将他嫁了过去 上官月安一直以来想要嫁给太子当皇后 在出嫁当天假死脱身 自此,男主心上就多了一道疤,每每想起心痛不已 机缘巧合之下,他见到了与上官月安有几分相似的女主柳安安 柳安安是丞相庶女,男主申少赫以嫡女之礼求娶她 柳安安满心欢喜地嫁过来 即使被申少赫冷带也坚持不懈地照顾安慰,两人感情升温 他全心全意辅佐申少赫,感情也好了不少 直到男主从边疆带回来死而复生的上官月安 柳安安才知道自己是替身 上官月安仗着男主的宠爱,百般打压柳安安 他表面上是楚楚可怜,不参与纷争的小白花 实际上打胎陷害,一点好事不干 让男女主互相误会,对女主虐身虐心 柳安安对申少赫心如死灰 在男二的帮助下,假死离开王府 申少赫失落不已,对上官月安越发冷淡 上官月安坠坠不安 他想当正妻,想当上皇后 狗急跳墙之下投靠了反派九皇子申少莲 盗取情报,屡刺害的男主命悬一线 而女主每次都不计前嫌地救了男主 两人也慢慢发现彼此是真爱 男主在女主,男二,还有一众能人的帮助下 险胜申少莲登基为帝 申少莲夺敌失败之后,为了给男主添堵 将上官月安和柳安安绑架 在男主选了上官月安后 暴露了上官月安是卧底的事 然后疯子般地拉着女主跳下悬崖 同归于尽 原著中的申主被男主做成人质 只留着和女主相向的一张脸 供他日夜思念 如今两方人马在悬崖上对质 男主深情地看着女主 然后说出了我的名字 真的有病 看原著时我就不理解他深爱女主 怎么会选择上官月安啊 说什么要报恩 我看他脑子就是被驴踢了 申少莲解开我身上的绳索 推了我一把 让我走到对面 我刚迈一步 他的声音就在身后响起 皇兄应该不知道 现在男主还不知道 我是一直在背后坑害他的人 最好他一辈子都不要知道 得让申少莲闭嘴 但我双手被捆着 根本堵不了他的嘴 我立刻回身 狠狠稳住了他的嘴 咬住了他的嘴唇 鲜血淋漓 也不肯松口 申少莲这个疯子更疯一点 先是愣了一下 也开始反口咬我 甚至更为大胆地扣着我的后脑勺 狠狠堵住我的唇 让我一时间上不来气 我吃痛 不得不松开了口 他见状也放开了我 黑瞳透亮 似笑非笑地盯着我 我脑子飞速运转 用只有我们两个才能听到的声音低声道 不是想要让他们添堵吗 放了他才是最好的 我要让他们一生心有芥蒂地活着 他思索片刻 一刀划开了我手上的绳索 另一只拽着柳安安脖子上绳索的手 交到了我手里 杀了他 不是更好吗 我反手扣住了他的手 故意大声让柳安安听见 你难道看不出来 申少赫最爱的人是我 他自己都知道 他只不过是一个替身 长得又没我美 身材没我好 你把我放回去 才真是中了申少赫的计 倒不如将他放回去 以我来要挟申少赫 柳安安文言 更加恍惚 如丢了魂一般 正正地望着他深爱的男人 申少莲微微偏头 他的脸型精致 但又带了一点婴儿肥 显得格外无辜 我将你们两个都杀了 不是更让申少赫心痛 我看着他 一脸疑惑的纯真表情 恨得牙痒痒 这人心肝比谁都黑 面上却是一副乖巧可爱 惹人恋爱的模样 我勾唇轻笑 故意凑近了他一点 又压低声音说道 九皇子可别忘了 我可是一心投靠你的 我是你的人 杀了他一个不被爱的人 有什么用 你用我要挟申少赫逃跑再好不过 我肯定会配合你 咱们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他垂下眼睫看我 我也抬头看他 他黑如鸭语的睫毛 遮住他眸中的情愫 随即嘴角扬起一个诡异的笑容 谁说我想跑了 他不想活了我还想活呢 我死死攥着他的手 为什么不跑 死了才真是没趣 九皇子难道不相信自己能东山再起 他的手掌温暖干燥 说明他内心强大 纵使面对大队人马 如此绝境也丝毫不曾紧张 我只能赌一把 我定定地看着他 无比确信道 我信我自始至终只信你 带我逃走 我回头 遥遥看了一眼 对面一脸高深莫测的男主 申少鹤这人太自以为是 高高在上 他难道以为找另一个人当替身 就能体现他的深情了吗 殊不知这样才最是清见 清见他人 清见自己 我要给他一些教训 我再次回头时 申少连脸上的笑已经收了起来 黑眸沉沉 面无表情的脸上却透出丝丝的阴狠 唇上染着妖艳的血红 如地狱恶鬼般地审视着我 我并不畏惧他那样阴狠的表情 快速环视一圈地理环境 语速又快又清晰 一会儿你别放开柳安安 挟持着我们两个 沿着悬崖边一点点往外走 然后再快要走到树林的地方 但没完全脱离悬崖的地方 一把将他推出去 届时 他们会先救他 给咱们争取时间 他这次发自内心笑了一声 看向我的眼神也多了几分戏血 你倒是心狠 我也笑 你不是也想带着他一起死吗 咱们俩天造地设 都坏得独树一致的 申少年被我的话逗笑 肆意地大笑 引得一旁柳安安满脸 惊恐地看了过来 走吧 我戳戳申少年的腰 暗示他赶快逃跑 他笑够了 轻轻抬眼望向对面不断叫嚣 让他放人的男主 何必那么麻烦 他白如凝郁的脸上 有几滴干了的血迹 嚣张无比地挑衅道 皇兄 臣弟反悔了 臣弟也爱极了 这冰激玉谷的美人 还你柳安安可好 这个疯子 我和他都松开了手 置住柳安安的绳索 就这样掉在地上 柳安安不敢相信地看了过来 美目中悬着泪 楚楚可怜 我朝他做口行 快跑 他如梦初醒般 跌跌撞撞地跑向申少鹤 呼得 一只手揽住了我的腰肢 申少年猛然一拽 将我扯到他怀中 申少年垂眼看我 自似地扯了扯嘴角 此等绝美的皮囊之下 是熊熊燃烧的疯狂 眼中似有野火燃起 上官月安 你陪我死也算不错 我狠狠咬了他一口 那就死 话音刚落 他抱着我 想也不想地 向身后的万丈深渊倒去 我还来不及惊呼 就已然被申少年 带着急速地下坠 呼啸的风声从耳边穿过 我下意识抱紧了申少年 他呼得伸出手 扯住悬崖垂着的藤腕 我这时才看到 悬崖之下 有一处隐蔽的山洞 从上面绝对看不出来 只能是跳下来 才能看出此处的玄妙 申少年用力一荡 找准时机果断地松手 当进了山洞之中 他先着地 后背狠狠地磕在地面上 随即抱着我往山洞里 滚了几圈 尘土飞扬 我头晕目眩之际 几个黑衣人连忙围了过来 扶起我与申少年 申少年脸色本就苍白 此刻更加惨白 被人扶着查看伤势 我看着山洞中七八个黑衣人 有人警戒 有人在给申少年包扎 还有人向下探路 这是申少年事先被吓的后路 可见申少年也真是个疯子 明明可以逃亡 人师切切实实地找到了他的尸体 连带着柳安安一起 我并没有受什么伤 顶多是手背有几处擦伤 山洞中的人都没空离我 我找了个角落坐下休息 主子 咱们趁现在还可以离开 要现在离开吗 向下探路的人回来了 小心翼翼地问道 主子 上面的兄弟撑不了多长时间 七皇子等人现在 可能正在下山搜山 此刻走容易和他们撞上 有人先给出了回答 在此地休整一夜 申少年发话 没人再有意义 山洞再次陷入沉默 是夜 夜间山中本就双寒路重 一阵风吹过 更是冷得我直打站 山主喜欢轻薄的衣裙 显得他身形窈窕 只可惜 这样轻薄的衣服并不能预寒 冻得我牙齿都在抖 我靠在冰冷的洞壁上 拼命想要获取一丝热度 我们并没有点火 悬崖密林中 申少鹤的人正举着火把搜查 火光透过树梢间的缝隙 照亮了半个丛林 宛如炼狱之火 从地缝中喷涌而出 我看了一圈 他们都是一身黑衣 全然不觉得冷 只有申少连身上裹着一件披风 月光与外面的火光 映照亮他半边的脸 诡异的和谐 过来 他冷不防地开口 申少连的眼睛缓缓睁开 微微转头 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我也不扭捏 连忙起身走过去 走到他面前 他靠着洞壁而坐 抬起了头 申少连俊美的脸上没有表情 解下身上的披风 我刚要伸手去接 申少连却将披风盖在了身上 眼皮一抬 示意我坐在他身边 山洞地上碎石很多 洞壁冰冷 他仍保持着端庄的坐姿 如一尊俊美的阎罗像 一动不动地镇守在此 火光明灭 他眼眸中的光也时隐时现 或许一瞬间 可以点亮他漆黑的眼眸 也或许他很快 就会被黑暗吞没 我坐在他的身边 和他同盖一个披风 至少没有之前那么冷了 更何况身边还有一个大活人 申少连毕竟不是一尊真的石像 他身上还有点热气 让人忍不住想再靠近一点 我不动声色地向他那边挪了挪 申少连终于有了动作 他偏头看过来 语气与眼神都像是聊天气一样松散 说出的话却充满尖刺 上官月安 头怀送抱是你的本事吗 我此刻靠着他 快要冻僵了的身子有了缓和 而他的羞辱对我来说毫无伤害 实时误者为俊杰 更何况我现在还要依附于 这位反派逃生 随你怎么说 我随口打发了他一句 他勾唇 申少连大概是坐累了 和我一样靠在了洞壁上 伸直了腿 这回不像是石像 倒像是来游玩的玩裤子弟 为什么不回去跟着我皇兄享福 享福 我讽刺地笑了一声 阴阳怪气地回答他 不喜欢 我就喜欢和你一起逃亡 申少连也笑 不知道是真信了 还是故意逗我 轻挑地勾着我的下巴 逼着我面朝他 好啊 你可别后悔 我垂眼不去看他 声音也放软 就是死我都敢陪你 又何况是逃亡 说完 我抬眼静静地看着他 身主的优势 就是楚楚可怜的小白花气质 和倾国之貌 不加以利用 实在太过可惜 他呼地凑近了几分 近到快要亲上 我硬生生控制住 想要往后退的想法 一动不动地任由他审视着我 他黑漆漆的眼睛 胜过他身后的黑夜 眼底悠悠暗光 倒映着的 像是我的身影 那现在要不要和我一起跳下去 他自虽地扯了扯唇角 语气也多了几分疯狂 我慢条丝里地站了起来 这回唤我居高临下地审视着他 山洞里的其他人 就如同死了一般的安静 他不得不仰头看我 九皇子不必以我 我盈盈笑着 左右只有一条命 我在悬崖上就做好了选择 现在跳下去又如何 跳下去 不过是碎了身少鹤的愿 既然九皇子这么想为心地分忧的话 我陪您跳下去 也不是什么难事 说吧 我走出山洞 离悬崖边只有三步之遥 此刻浩跃千里 唯有走出山洞 才能看到这圆如玉盘 犯着无边冷灰的明月 我回头看他 冲他一条眉 九皇子还不跟来 那人就坐在光影焦之处 神色灰暗不明 随即 他起身 大步走来 我就赌他是个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的人 他宁愿带着柳安安一起死 也不愿两个人都放了换自己逃亡的机会 如今 身少鹤大费周章的派人巡尸 他就自然不会让身少鹤如愿 至于我 也不过是一个不让身少鹤好过的筹码 身少连走到我面前 冷灰落在他身上 显得他肤色愈发冷白 如白玉瓷器般清冷 可长相却不似白玉瓷器般寡淡 一双眼翼一声灰 鼻骨挺直 薄唇上还有被我咬坏的伤口 透着不正常的血色 他云淡风轻地为我披上披风 明日启程 你最好跟上 身少连眉眼不抬 专注地为我系着披风上的绳子 我微微捶眼 看着他白玉雕刻般的手 漂亮又修长的手 听到了吗 他系好了绳子 收回了手 我淡定地一开眼神 点点头 不必忧心我 我做好了逃亡的准备 但昨天对我说 要跟上他们的身少连 显然没做好准备 身少鹤的人 已经慢慢从丛林中撤走了 马上身少鹤就会得到 找不到我与身少连尸骨的消息 以身少鹤的性格来看 他绝不会放过我们 一定会大肆搜捕 届时 我们就算从丛林中跑出去 也只会是死路一条 我们只能趁着 他们还没严防死守的时候 偷溜出丛林 然后找一个落脚点 道理身少连都懂 但他是个养尊处优的皇子 我走不动了 别再走了 这是他第五次喊 我们停下陪他休息 其他人没有意义 毕竟身少连是老板 而我现在处境更加特殊 更没资格反对他 只好也跟着他们席地而做休息 他的手下很专业 两个人放哨 一部分去采集野果 另一部分人去找水 一时间 原地就剩下我和他两个人 他大概是有些尴尬 没话找话说 你倒是没那么娇气 我淡定地将身上 划破的薄纱外套打上截 不至于妨碍我走路 随口敷衍他 我不是可以娇气的命 无论是穿越前还是穿越后 都不是可以娇气的人 他文言不再说话 靠坐在大树下闭目休息 因为身少连时不时要休息 我们今天没赶多少路 夜间只能摸黑在树丛中休息 身少连今天滴水未尽 一口果子也不肯吃 而我没想那么多 有的吃就可以 即使那野果又酸又涩 我也连着吃了五六个 夜黑如墨 愈发的冷 我冷得睡不着 开始思考人生 我逃出去后要干什么呢 是要和身少连谋划东山再起 还是寻个机会逃跑 躲到一个偏远山村安家落户 上一辈子我是活活累死的 每天加班到深夜 周六周日发传单 送外卖 为了挣钱还债 没有一刻能停下来 我家原来富裕 我是个富二代 但后来父亲赌博欠债还不上后 跳楼自杀 债务留给我和我母亲 我也从富二代变成了富二代 秉承着我多干一点 我妈就能少干一点的精神 我活活把自己累死了 现在成了上官月安 虽然不用还债了 但还要逃亡求生 时刻提防着有人要杀我 一阵冷风吹过 我打了个寒颤 还是得活着 活着才有希望 我正想着 突然看到对面 坐在树下的身上连站了起来 他诡异地站在黑暗之中 偏偏有点光亮 可以看出他的身影 像是鬼魂 又像是恶魔 来 杀了我 他突然开口 声音不带一丝感情 很平静地对着他旁边的手下说道 主上 您这是怎么了 再坚持一下 我们走出丛林 就可以回到会计山东山再起了 是啊 主上 千万不可放弃 主上 您千万要振作 我们誓死效忠您 他的手下七嘴八舌地劝着他 然而 他只是无比烦躁道 闭嘴 给我一刀 快点 神经病 我抱紧了自己 嫌弃地别过了头 无声地鄙夷他 天色这么黑 深少年不可能看到我的表情 你看不起我 无比阴冷的声音 猝不及防地响起 我心里慌得一批 但表情无比平静 淡定地摇摇头 我没有 我真没想到他这样敏感 周围如此嘈杂 还能发现我的小动作 现在还要依靠着他走出丛林 现在惹怒他不是什么好事 只能也装模作样地开口劝他 殿下兔 难道就想这样前功尽弃 把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深少鹤 殿下是要做天子的人 怎能在此刻无声无息地丢了命 深少年片刻地沉默 过了一会儿 他终于平静了下来 休息吧 我不知道他想了什么 但我知道他这人古怪 不会在乎什么东山再起 他倒是在乎自己的死有没有价值 之前可以带着深少鹤最爱的人一起死 现在死了可就真不划算了 反而是给深少鹤解决了麻烦 众人又都安静了下来 但能听到深少连在树下怎么躺着都不舒服 不断调整动作的稀疏声 我并不敢真的休息 只是坐在树下闭着眼假妹 所以深少连走过来的时候 我是知道的 你这块看起来不错 让开 他简直像是一个无理取闹的熊孩子 语气自然到我想扇他一嘴巴 但我不能 我默默站起来 让出位置 向深少连原来的地方走去 等一下 我刚坐下 深少连又开始说道 我忍下怒火 微笑问道 殿下何事 此处风大 你来帮我挡风 我气得牙痒痒 咬着后槽牙问他 殿下怎么不找自己的手下 他懒痒痒地靠着树干 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说出来的话格外气人 该用着他们的地方不在这儿 他们哪一个伤了风对我们来说 都算是损失 我气得直笑 合着他是说我没用 拐着弯报复我刚才笑他的事呢 我又站起来 快步走过去 一屁股坐在了深少连身边 还故意用力挤了挤他 殿下 好好休息 我给你挡风 他身上盖着的披风 也被我抢来一半 因为他饿到没什么力气来反抗我 什么都没说 就闭眼休息了 丛林重新恢复寂静 我闭着眼睡了一会儿 不过很快我就冻醒了 和昨晚比起来 今晚更冷一些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 深少连没有昨晚暖和 我轻轻碰了碰深少连的手 他一动不动 深少连现在可不能死啊 我还没走出丛林呢 他虽然偏激神经 病态娇气 但至少不是个变态的好色之徒 有他在身边 他的手下才不会轻易地丢下我 我连忙伸手摸摸他是不是发烧了 他额头和脸都烫得吓人 双眼紧闭 似乎在梦中挣扎 有人吗 我压低声音 一边用自己冰凉的手给他降温 一边朝附近他的手下们轻声叫道 毫无反应 我以为他们是不想理我 又低声说道 九皇子生病了 来人给他治病 仍然没人回应 我忽然发觉 他的手下似乎全都不在此处 这个丛林忽然静得可怕 但参少连的病不能耽搁 我又蹲下来 紧紧捧着他的脸给他降温 我刚蹲下来没过一会儿 侧后方突然有火把的光亮 向我们正面开始移动 他们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 现在我要是弃他而逃 还能有一线生机 参少连之前没扔下我 我也不是一个不讲义气的人 于是我对着昏迷的参少连说 参少连 你的人都跑了 现在有人追过来了 你要是能听见 想跟我一起走就动一动 要是不回应我 我就只能自己跑了 任谁看这个双眼紧闭的家伙 都不会回应我 我也准备要逃走 却看到他那双如玉雕般的手 垂落在地 沾上了泥土 鬼迷心翘般的 我伸手握住他的手 想放在他的腿上 忽然 我感觉到他的指尖轻微颤动 随即比上一次 更加用力地触碰我的手腕 眼见着那火光越来越亮 我不由地叹口气 真是作孽 我带上一个累赘开始逃亡 我扶着他在黑暗的丛林乱跑 我也不知道要往哪跑 但我知道要往火光的反方向跑 越黑的地方越好 这期间双少年被我癫醒了几次 他说的话有气无力 你去哪 我没理他 紧要关头 废话还那么多 我拖着他一直往丛林深处跑 一直跑到身后 彻底看不见火光 周身一切彻底融入黑暗 我在黑暗中停下脚步 什么更可怕 是黑暗丛林中未知的危险 还是身后举着火把的士兵 我脚上的鞋开了口子 半个脚掌露在外面 而扶着身少年的胳膊也酸痛不已 更可恶的是 还有不少扰人的小虫子 时不时还有野兽的嚎叫 夜晚温度越来越低 我感觉我体温也在不断降低 换个思路 我选择依附身少鹤 身边的身少年 就是我投靠他最好的县里 谎言可以这样编写 我以身犯险 为了救下柳安安 故意选择和身少年跳下去 诱人辱负重的潜伏 最后终于不负重望地 将身少鹤的心头大换降服 我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人 自然是哪边有利于我就要选哪边 之前是怕男主得知身主的背叛 最后落得一个凄惨的下场 所以选择了看起来有恃无恐的身少年 不过现在女主没死 知道我背叛他的人 只有身边这个半死不活的身少年 只要让他闭嘴就可以了 这是哪儿 身少年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 冷不丁地说道 我扶着他 摇摇头 不知道 我已经想出了让他闭嘴的法子 却迟迟没有实施 身少年指了指旁边的树 示意我扶着他坐下 我和他挨着坐在树下 共披着那件披风 他有气无力地靠着我 没了初见时候的嚣张 没了昨夜的音质 也没了刚才挑衅我的幼稚 虚弱又可怜地将脑袋埋在我的颈窝处 上官越安 我头疼 身少年雨掉没什么变化 只是向我陈述了此刻的状态 但我却从他的呼吸中察觉出不对劲 他呼吸的频率越来越慢 贴近我脖子的额头也越发滚烫 我将手轻轻抚上他的额头 为了求生而害了别人的生命 这种事我不是做不出来 只是我还不想这么坏 我这个人是没什么底线的人 很容易滑向深渊 在那个世界 如果没有我妈每天劳到我 说不定在第一次有人向我催债时 我就走向歧途了 我伸手薅了一把地上的野草 贴在他脸上 脖子上给他降温 惹得他在迷糊中抗拒 别动 别死了 我莫名烦躁 大概是因为道德再次战胜了本能的不爽 连带着对这个病号都没什么好语气 我从怀中掏出私藏的果子 仔细擦了擦就往嘴里塞 我得活下去 人不会有两次活命的机会 你在吃什么 他还是虚弱地靠着我 但手蠢蠢欲动地想要抢走我手里的果子 干什么 我拍掉他的手 谁叫你有的吃的时候不吃 活该饿着 深少年沉默了片刻 再次恬不知耻地伸出手 我忍无可忍 将剩下的果子塞到他嘴里 吃完了果子后 他有了点精神 却又觉得浑身发冷 非要抱着我取暖 他像是树篮挂在树上一样环抱着我 见我不抗拒 又更加放肆地用头贴着我侧脸 我很想打他 但确实暖和了不少 他的呼吸散在我耳边 扰乱我的思绪 我不耐烦地躲远了一点 把头别过去 你是上官月安吗 他毫无征兆地问出来 我没反驳 也没肯定 赶紧睡 要不然明天我就把你扔在这 他吃笑一声 你如今倒是不装了 好在他没继续说 我是不是上官月安的话题 他安静了一会儿后 又开始说些胡话 你说你为什么非要活着 不如死了呢 这样费力挣扎有意思吗 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神智到底清不清醒 和着眼自说自话 活着有什么意思 输了就是输了 活下去不过是徒增烦恼 我确实想活下去 我又耗了一把野草 再次给他物理降温 顺便让他别再废话 是 我们输了 但我不信 这就是结局 我非要活着 活着才有机会改写结局 我就是想活着 我就不想死 他大概是觉得野草不舒服 用我的衣服蹭了蹭脸 闷声道 渴了 我想喝茶 深少年这人真的一直在挑战我的道德底线 忍着 我没了之前忍让他的好脾气 身体的疲惫和心灵的紧张 让我快要到达极限 我还想呢 文言 他不再说话 只是抱着我休息 我却不敢闭上眼 闭上眼和睁眼是一样的黑暗 只有处于这种极端的环境中 才会让人意识到光明的可贵 光明让危险可视化 而黑暗却将害人的危机隐秘 不知何时会给人致命一击 忽然 术后很远的地方有了微弱的光 我下意识警惕起来 开始找逃跑的方向 像是上天降下了火种 而还没开化的人类 畏惧着天赐的未知 只能惊慌逃离 我拍醒深少年 压下声音 走 他们要追来了 这回我没扶着他 他却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怕我丢下他似的紧跟在我身后 我和他弯着腰向更黑暗处走去 我的脸被树枝划了很多道 身上也有不少伤 脚掌也走破了 身后的深少年也没好到哪去 他生着病 脚步虚浮 也频频被树枝扎脸 却难得的安静 身少年自始至终没有放开我的手 我也安心不少 至少不是我一个人 在黑暗的丛林中穿梭 人类有时候确实需要同伴 越往前走 我越发觉这周围的草木稀疏 似乎来到了一处开阔之地 而月亮终于从乌云后出来 清冷的光 使得我和他能看清眼前的景象 这一大片丛林中竟然有个湖 那湖水清亮 波光淋漓 四周少数 但是多乱石 也算得上平坦 是个安营渣寨的好地方 我和他沿着湖边坐下 用湖水洗手和脸 身上脸也在洗脸 他已经不发烧了 但还是虚弱得很 他躺在湖边 上官越安 湖水可以喝吗 我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没让他喝 因为这湖水有股怪味 他又合上眼 本来烟红的唇 此刻也没了血色 其实我也很渴 现在不一定会渴死 但可能误引水智不明的水 一定会死 你渴吗 他忽然问道 嗯 再忍忍 明天我领你 去找今天他们打水的河 身少年没说话 猛地坐了起来 他面无表情地 从怀中掏出匕首 几乎是想也没想地 挥刀划开了自己的胳膊 血液顿时顺着手臂流下来 他握着匕首 向我招手 来 月光皎洁 身少年就坐在我对面 脸上还有未干的水珠向下滑落 更衬得他非人般的俊美 而他看向我的表情是那么自然 如同他就该以血伺我 而我被他震撼 一时间不知做什么反应 他的血越流越慢 而他还一动不动地等着我 我终于反应过来 几乎是跳起来的 连忙撕下来一块布料 给他包扎伤口 你疯了 身少年表情没什么变化 抬起头来看我 那黑药石般的毛子盯着我 不呼痛也不皱眉 单纯的疑惑 你不渴吗 我忽然发现 这人挺有意思 是个娇生惯养的皇子 但又能狠地下手 割自己给别人喂血 我不喝 这样会有传染病 你也别喝 我将他的伤口止住血 低声说道 我神情复杂 我不明白 他为什么突然这样 反派的脑回路 让人捉摸不透 不过现在他的气色更加不好 几乎坐不住 只能靠在我身上 这叫什么 不做死就不会死 上官月安 他从怀中掏出一个玉牌 我快死了 死后你把我扔狐里就行 你若无处可去 可以去快鸡山 山上有个道观 给他们看这个玉牌 他们自然会听命于你 身上连湿漉漉的长节青颤 手上攥着玉牌 既然你想活下去 那就好好活着 你若想复仇 这些人随你拆遣 你若想安稳度日 我余下的银钱任你使用 说完 他将玉牌塞到我手里 玉牌微凉 上面还沾染了他的血 我心情复杂 低声问他 为什么呀 要是在之前 我肯定拿了玉牌就走 把债务还上后 带着妈妈环游世界 可现在 我对这世界一点也不了解 唯一认识的人 就是眼前半死不活的申少连 申少连和上官月安不算熟悉 还能发现 我不是上官月安 那我在男女主面前 三天都装不了 就被发现了 申少连尚且没有害我之心 算得上是我现在 唯一可以信任的人 至于他为什么 现在要把玉牌送我 我实在想不明白 难道是他 已经完全把我 当做自己人了 我默默把玉牌 重新塞回他的怀中 你且死不了呢 你要是真那么想死 不如和我一起走出这里 找到你的部下 当着他们面 把这话再说一遍后再死 他想了想 神情莫测 你不想我死吗 申少连盯着我看 似乎想从我脸上 发现任何一点 说谎的痕迹 但我坦然地回答他 不想 你得活着 出去后我用得着你 他先是一愣 随即笑了起来 好 那我就不死 但他的身子越来越凉 气息越来越弱 我紧紧抱着他 不断地和他说话 你怎么发现 我不是上官月安的 他很安静地 躺在我怀里听我说话 时不时睁开眼睛 简单回应两句 上官月安不会问我 要不要和他一起走 那你不怕吗 不怕我是恶鬼夺赦 他想笑 却只是艰难地扯了 扯嘴角 等我们走出去 你要给我讲讲 真正的上官月安 是什么样的 我得模仿一下 黎明之前的黑夜 无比寒冷 就连月光都变得萧瑟 老天爷特意针对我 毫不留情地刮起了大风 我冷得牙床都在抖 怀中的身少年 更是如一具尸体般寒冷 只有微弱的呼吸 散在我的肩上 证明他是活着的 我强撑着身体 扶着他站起来 一步一步地 向着树后避风 身少年像是睡死了一样 任由我拖着走 我又冷又累 不得不喊他 身少年 醒醒 别睡了 自己走两步 拖着你很累的 他不回话 我连忙探他鼻息 好半天才探到他的呼吸 只是他又开始发烧 情况不容乐观 我从他衣上下摆 撕下一块布 用湖水打湿凝干 给他降温 又抱着他取暖 我费了很长时间 将他拖到树后 找了些干燥的树叶 把我俩盖起来 才勉强暖和了一点 算你小子命好 我打算做个好人 而且你之前没扔下我 我这回也不欠你什么了 不做赔本买卖 我自诩能吃苦 不娇气 但现在格外的冷 又冷又饿又累又困 一切都快压倒我 我想起之前的人生经历 既是自言自语 又像向人倾诉 我父亲 在我面前跳楼 从很高很高的楼往下跳 他欠下的债 就得我和妈妈来还 笑死了 根本还不完 那时候 我真想死啊 可我妈妈却坚持着要还债 我舍不得留他一个人 只能活着 我那时候 每天最高兴的是 是下班之后 路过小吃摊买 一根烤肠吃 我以前从来不吃那些东西 爸妈说不健康 我也觉得太油太脏 但是那天路过 实在是太香了 我没忍住买了两根 我吃一根 给妈妈带回去一根 四块钱 能高兴一晚上 所以我很理解你 都是从云端掉下来 一时之间不能接受很正常 但一直不接受 就不正常了 也不知道 我妈现在怎么样了 说着说着 天已经蒙蒙亮了 身上连还昏迷着 我却坐不住了 天亮之后 我便不能通过火光 发现敌人的踪迹 必须尽快逃出去丛林才行 欲要破晓之时 我扶起来身少连 轻声说道 好了 我们终于要走出 这漫漫长夜了 不管是滚还是爬 不管怎样丢盔弃甲的狼狈 只要能走出黑夜就好了 我扶着身少连 不知道走了多久 脚步开始虚浮 好在路上 发现了昨天摘过的果树 我连着吃了好几个 还不忘了昏迷着的身少连 一点点掰碎了 往他嘴里塞 后来 我嫌掰碎太慢 直接嘴对嘴 给他喂了进去 过程确实有点尴尬 不过身少连昏迷 根本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我完全可以装作 什么都没发生 我在丛林里走了三四个小时 快要支撑不住时 却突然发现 我们已经走出林子了 不远处还有一座寺庙 门口有几个小和尚扫台阶 救命啊 我拼尽全力喊了一声 有人要死了呀 小和尚们被我喊了过来 我也放心地跌坐在地上 阿弥陀佛 施主 快快进庙 两个眉清目秀的小和尚 代替我扶起了身少连 又有一个看着和我年龄相仿的和尚 搀扶着我 他声音清朗 还能走吗 我腿肚子直抽抽 站都站不起来 倒在他脚边 看看抬眼望他 声音微雅 不能了 师父 救我 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 拽住他的僧袍 还不等他回话 我的意识便开始模糊 双眼也睁不开 眼前最后的一个画面 便是那清俊和尚 一点点浮身靠近我 行行 不知道多久之后 我隐约听到很熟悉的声音 说话的人极不耐烦 他什么时候能醒 这 殿下 按理来说 上官姑娘应该早就醒了呀 可他没醒 身少连语气不善 又掐了我胳膊一下 不是说 走出丛林之后 要我的银钱吗 快醒来 我全给你 你说这个 我可就不困了 被他掐过的地方 一点不疼 反而有点痒痒 我缓缓睁眼 对上他那双乌沉沉的黑眸 费力地张了张嘴 真的全给我吗 身少连原本紧皱着的眉头舒展 眼底沉积的阴郁也消散 他瞧着我 那表情像是想笑又憋住 不想表现得太开心 只好故作沉稳地低头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旁边一个老和尚 给我递上一杯茶水 想必就是他刚才和身少连对话 只是他听起来像是身少连的手下 我小口小口地喝着水 问 我睡了多久 老和尚回答道 您睡了两天一夜 殿下比您醒得早一天 想来您睡了这么久也饿了 我已叫人备下斋饭 两位稍后便可用善 身少连点点头 转头对老和尚说道 好 下去吧 叫人注意点 是 老和尚出去了 还关上了门 我捧着杯子 扫了身少连一眼 病好了 好了 他向我展示了一下手臂上的纱布 上了药 也快好了 这间香房陈设简单素雅 我身上盖着的杯子都是素蓝色的 莫名让人安心 但我却有些心虚 甚至不敢看身少连红润的唇 你有什么打算 身少连问我 我垂下头 想了一下 全听殿下的 我们不能在这酒呆 那我们明日启程 我将杯子里的茶水 一饮而尽 他摇摇头 不急 你还需要休养 我和他正说着话 突然有人轻声叩门 二位 小僧奉师父之命来送膳 身少连清了青嗓子 尽 来者推开门 端着一个大托盘 上面是两碗粥和四个小馒头 还有一小碟素菜 我认出来的人 正是那救我的清俊和尚 于是我朝他笑道 多谢小师父 那日我记得是你救了我 那和尚瘦瘦高高 骨相极佳 五官端正 听完我的话 白净的皮肤却古怪地染上一抹红韵 不知道想起什么事的垂下头 匆匆放下托盘 仓促说了一句 不必谢 他走得极快 好像我是洪水猛兽 沾染上便不可脱身那种 而身少连注意力全被那斋饭吸引了 他用木勺搅拌着吸粥 最后颇为嫌弃的一撇嘴 这能吃吗 我坐在床边 伸手拿了一个馒头 两三口吃完馒头 又端起根本没有几粒米的粥 喝了一大口 他看着我 目瞪口呆 看什么 赶紧吃 我白他一眼 有的吃的时候就要大口吃 懂不懂 身少连没说话 只是喝了两口粥 身少贺的人很快就会找到这儿 大概他这时已经知道咱们没死了 我不解 为什么 昨夜我派出手下殊死一搏 将身少贺的人引走 换得你我逃出生天 我满头雾水 什么意思 我们这么多人是跑不出去的 只能让我的死士们故意暴露 吸引敌人注意 引走他们 给我换一条生路 我的人就在丛林外接应 可惜出了变故 我突然生病 耽误了时间 现在误打误撞逃到了这里 刚刚那老方丈 曾受过我母妃恩惠 才留了一命 在这让他报恩也算天意 他最后一句话说得很轻 你想活 那我们就活 破镜可以重圆吗 柳安安不知道 身少贺也不知道 他们沉默地看着彼此 坐在一起却无话可说 柳安安很想大闹 很想恶狠狠地抓着身少贺的衣领 质问他到底爱谁 为什么要选上关月安 可他没问 身少贺一遍一遍地 对他说我爱你 可他获救那一瞬间 身少贺却下意识看向了 被身少连护在怀里的上关月安 他忽然觉得 自己做的一切很不值 可他都走到这儿了 最初他什么都没有 不能帮他 只能仰视着他 这么做的下场 就是让他在身少贺的心里 一文不值 顶多是上关月安的替身 柳安安本不想再和 他有任何关系 可命运使然 他们总能相遇 他控制不住自己的目光 不去看他 又不自主地想帮他 帮他成就大业 身少贺承诺 他的皇后之位也没有变 他似乎一点也不在乎 身少连和上关月安死活 整日忙着朝政 还亲自为他筹备丰厚大典 他看起来没什么异常 这才是最大的异常 他绝口不提那两个人 或者说 绝口不提上关月安 那个恶毒很辣 心弱蛇蝎 却在他心里 占据了一席之地的女人 即使他知道他的恶毒 知道他的背叛 知道他的心机 身少贺的心腹急匆匆进来 陛下 急报 悬崖下并未找到九皇子 与上关郡主的尸身 但有叛军偷袭 做困兽之斗 已经全部剿灭 柳安安装作不在意的样子 实则用余光 偷偷看身少贺的反应 他拧着眉 知道了 再派人去找 全国通缉 必须要找到他们 心腹刚要退出去 身少贺却不由自主地叫住了他 等一下 他想起了那年撑伞而来的女孩 面无表情替他撑着伞 一言不发 瓢泼大雨 天地之间 只剩他雨淋寞不堪 瑟瑟发抖的自己 少年时的身少贺 第一次见到这么美的人 他侧手看他 眼眨也不眨 大概是自残行贿 他莫名觉得 他的目光无比冒犯 因而故意立声贺道 走开 你难道不怕陛下 连你一起责罚 美人高洁而优雅 如云雾般飘渺的白裙 不沾染一点泥污 仍没有任何表情 一时间让他怀疑 他是天仙下凡 或者又是孤魂女鬼 不怕 他终于开口 打消了他的怀疑 却又轻轻补了一句 可怜 经过上次丛林仪式 身少年大概是 有了创伤后遗症 具体表现为缺乏安全感 格外信任我 一刻也不离开我 甚至过分到要睡在我身边 好在方丈觉得这是佛门重地 绝不许 他和我睡在一间屋子 身少年便要求我醒来 第一件事是去找他 我本来不想听他的 但方丈说 僧人们都是做完早课 在吃早饭 而身少年要跟着方丈一起做早课 我想着 反正也要早起吃饭 便同意了他 我起床的时间正好 他们还在做早课 全寺庙的僧人都坐在佛殿内 目鱼声清脆缓慢 所有人都在低头诵经 除了身少年 他似乎在寻找 什么一般四处张望 随即他与我四目相对 众僧虔诚 佛寺圣洁 经文如天外来因 即使最穷凶极恶的匪徒前来 恐怕也会静心凝气 等待一场度化 可偏偏身少年他如做针毡 如火烧身 唯有在看到我之后 他才不再张望 缓慢地垂下了他的头 清晨的光柔柔地落在我身上 温暖舒服 我伸了个懒腰 蹲在门口等着吃饭 等了一会儿 忽然一只手落在了我头上 不知道身少年何时走出来了 他摸摸我的头发 觉得手感还不错 便更进一步地顺着往下摸 一下一下地顺着我头发 像是在撸猫 我们今日启程 往快积山 不是说不及吗 我拍开他的手 我们还没收拾行李 他很奇怪地瞥我一眼 我们有什么要收拾的吗 确实 我俩现在身上的衣服都是寺内僧人的旧衣 至少要带些干粮和水 不必忧心 方丈替我们背下了 很快 寺内的僧人便做完了早课 带着我们一起去吃早饭 早饭时 方丈将昨天给我们送饭的和尚带了过来 二位 这是我的大弟子吴臣 他会武功 也经常外出采买 对山路熟悉 由他带着你们走出去 多谢方丈 我双手核实 诚心说道 我也很快知道了 急着往外走的原因 身少鹤比我们要提前得知 我们没死的消息 这一路我们都在躲避搜查的士兵 越往外走便越多人 我心惊胆战 生怕被人抓到 我们出了林子之后便要被困在了城里 出城搜查严格 每日都有士兵巡逻 但好在我们都做了伪装 我打扮成一个尼姑模样 脸上还抹了粉 惨白惨白 不成人形 身少年笑我 说我像是死了丈夫 被婆家送出来当尼姑的小怨妇 我反击他 他身上没一点出家人的谦逊平和 吊儿锅 任谁看都是个花和尚 浪荡子 吴臣不说话 只是站在我们身后笑 我们三个身上没有一分钱 我和身少年又太过显眼 白日里只好躲在城中破庙等 吴臣化缘回来 身少年最近遭遇了人生的重大挫折 他从来没吃过苦 光从名字就能看出来 老皇帝对这个小儿子的喜爱 不用看也知道他是众星捧月般长大的 在和我跳下悬崖之前 最大的烦恼是他那七哥 总是在和他抢皇位 原著中 老皇帝本来是要传位于身少年的 身少年认为 这东西有人抢才好玩 所以开始的时候放任身少赫暗中筹备 几次三番地放过他 现在看来 玩翻车了 他面对挫折的应对方式 是一脸阴沉地坐在我身边 因着反派落魄的时候 看起来也没那么有杀伤力 我不用猜都知道他脑子里 在想怎么整死身少赫 毕竟 这些心眼全都写在脸上了 身少年 别想了 我用手指捅捅他 吴臣不是说了吗 咱们今晚就偷偷出城 马上就好了 身少年瞥我一眼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有点无语 但为了维护他的自尊心 我还是说道 不知道 身少年顿了一下 没继续这个话题 你还没告诉我 你真正的名字 他认真的等着我的答案 哪管庙外怪风呼啸 引起阵阵鬼嚎 天色江暗 破庙内的光一寸寸染上叶的颜色 而风牵扯着庙外挂着的惊奇 不安分的摇曳 我不知为何隐隐不安 哦 我叫上官月 比上官月安少一个字 他边说边伸出手 给我一个野果 我记住了 我有些压然地接过野果 从哪来的 伸少年不以为意 你找到果子那一天 我心一惊 那时候你醒着 那一天 我又累又烦躁 以为他昏迷 又觉得一点点为他太麻烦 采用了更加直接又羞耻的方法 醒着 他淡定回答 他淡定地让我想抓着他的领子 问他为什么不自己走路 又想问他 为什么不张嘴自己吃东西 但怒火攻心 我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怒视着他等他解释 伸少年有点不理解我的愤怒 好奇地起身凑近了一点看我的表情 他靠近的同时 那颗红色果子也递到了我的唇边 你喂我的时候 我才醒的 然后又昏过去了 怎么 你不喜欢吃这个了吗 我正正地看着他 呼啸风声代替了我的回答 他挡在我身前 庙外的微弱光线被他所遮蔽 一片昏暗 昏暗之中 他轻声说 上官月 你不怕吗 怕什么 怕什么 我问他 是庙外狂风大作 惊奇烈烈的黄昏 还是即将需要生死一搏 风雨欲来的夜晚 我 他的问题与众不同 然而对我来说 并不算什么很难回答的问题 但问出这个问题的人 是个很难搞的人 他见我不说话 少有的控制不住情绪 莫名地焦躁与激动 你难道不怕我丢下你 或者杀了你 不怕我背信弃义 救我的时候 不怕被我拖累吗 不怕 我诚恳到 我实在不怕 他要是丢下我 我就自己走 他要是背信弃义 我就另寻他路 再不济 就投靠身上鹤 供出他的下落 至于要杀我 我摸了摸藏在怀中的小匕首 谁杀谁还不一定呢 庙外忽然下起急雨 雨滴拍打砖瓦 又顺着砖缝渗入庙中 我只是简单的一句回答 他却像是怯得天机一般大笑起来 他捧起我的脸 似乎想在我脸上找到什么痕迹 带他走 忽然 深少年轻轻转头 对着一个黑暗的角落说道 我不明所以 但角落里走出一个人 对深少年一抱拳 是 等等 我刚要问他 那个人却大不向我走来 毫不留情地 在我脖子上重重一击 我眼前一黑 毫无反抗能力地 被人扛在肩 隐隐约约 却好像听到了 有人推开庙门的声音 深少年 你真是个王八蛋啊 深少年是个神经病 他故意暴露我们的位置 就是为了隐身少鹤的手下上钩 吸引大部分的兵力 疏于对军火库与梁库的看管 以便他在城中 各处不下的暗装作乱 我被那个人带出城时 在山坡上 看到了城中冲天的火光 一处接一处地爆炸 混着暴雨 像是上天降下了惩罚 我浑身都被雨打湿 那个人仍不管不顾地 背着我往前跑 深少年会死吗 我想了半天 还是问了出来 他不说话 无尘会死吗 我又问了一句 不知道 背着我的壮士 极不耐烦 你要把我带去哪 这个问题 他倒是有兴趣回答 殿下本是要去皇城的 但是没说 让我把你带去啊 他只给我了一块玉牌 让我给你 说着 他把玉牌递给我 我接过玉牌 塞在怀中 紧紧贴在心口 我抬起头 看着无尽的黑夜 去皇城 深少年这个王八蛋 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本来是想 不管我的死活 让他身边最后一个暗卫 带着他快速逃出来 而我被深少鹤的人抓走 他们发现了我 一定会在城中 派出大量的人搜捕深少鹤 就在这个时候 他余下的死事 开始点燃炸药 给他们中创 我甚至都不知道 他是什么时候谋划的一切 我更不知道 为什么他突然反悔 让人带我走 于是见晓 我回头看过去 身后仍然没人跟过来 没有追兵 也没有深少年 难道没了深少年 我就活不下去了吗 难道他自认为 舍身换我 能让我感恩戴德 铭记他一生吗 他怎么敢 我咬着牙 一种难以言说的愤怒 他任性专制又不讲理 这样的祸害 怎么敢自私地去死 这么多天 他竟然就一直瞒着我算计我 直到最后一刻 还替我做了决定 他最好活下来 活着看着我挥霍他的钱 指挥他的手下 将他所剩无几的财富 全占为己有 我怒火攻心 却不只是愤怒 又气又担忧 一整夜都不曾合上眼 那壮士背着我 一路走到了小村子 找了一户人家休息 我躺在草床上 不肯闭上眼 即使壮士怎么劝我都不想睡 他脸上有一道疤 嗓子也很粗 坐在地上陪着我 为了安抚 我还特意放清了声音 你放心吧 殿下不会轻易死的 我逆他一眼 谁说我是因为他 他不信 在庙中的时候 你们感情很好啊 你肯定是忧心他 我冷笑一声 哼 他算计我 我还要忧心他 我巴不得他死 那你为什么不睡 他发出灵魂疑问 我语色 烦躁地翻了个身 睡了 接下来 半个月我都在和他一起赶路 走不动时 他就背着我走 他没名字 代号征 我平日管他叫阿征 有人的路上叫他哥哥 我俩以兄妹身份 一路从边境走到皇城 竟然奇迹般的 一个追兵都没遇到 我和阿征住进了人多且杂的北市 这里是皇城中的贫民窟 没人认识身主 也更不会有认识身主的人 亲自来这里 我拿着玉牌 调来不少银子 租了个相对好一点的院子 我和阿征装成商人 买了不少奴隶和丫鬟 一时间成了北市的大户 每日有不少人来 我们家门毛遂自荐 想在我们这找个活干 我打发了不少人 就留下两个年轻人 一个当账房先生 一个当管家 阿征每天出去假装做生意 实则是组织申少年 留在皇城的市里 探查申少年的下落 以前他天不黑就回来了 回来后都会先来给我汇报一下 唯有今天天黑之后还没回来 我闲得无聊 扳了小椅子 坐在门口等他 不知道过了多久 门被推开 进来的却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来者身高八尺 俊美非凡 一言不发 却带着上位者的压迫感 有点眼熟 我眯着眼看他 身边的侍卫立刻上前呵斥他 这要推他出去 干什么的 出去 我拦住侍卫 等等 门口的人问我 面色阴质 你不认识我了 这可能是认识身主的人 但会是谁就不说定了 我不回他话 转头跟侍卫说 不认识 现在可以把他赶走了 他脸上的表情 顿时很精彩 甚至算得上咬牙切齿 音量不自觉拔高 怒意简直控制不住了 上官越安 你岂敢 我顿时将在原地 我想起来了 那天用这种声音 喊我名字的人 申少鹤 申少鹤快步走过来 屋外的士兵也顺势进来 甚至不用动刀 就制服了侍卫们 他隐忍着愤怒 想要伸出手拉我手臂 又死死地钻拳克制着自己 眸光凶狠 为什么 我默默后退一步 生怕他发疯给我一拳 毕竟身主欠了申少鹤情债 又屡屡破坏男女主之间的感情 还背后给他捅刀 我越想越觉得自己活不过今晚了 按照原著中 申少鹤有仇必报的性格 他不杀我个几百遍 估计都不能解气 申少鹤见我后退 气急反笑 冷笑着说道 就这么怕我 说完 他一把钻住我的手腕 我下意识闭上了眼 完了 要挨打了 为什么忘了我 没有想象中的暴打 反而被他拽进了怀中 他抱着我 哑着嗓子轻声问道 我手脚僵硬地被他搂着 院子里的士兵们 识趣地压着我家下人走了出去 还不忘关上门 等到一切都安静下来时 他将我搂得更紧了一些 恨不得将我揉进骨子里 上官越安 你真是个狠心的家伙 他喃喃道 我依然很懵 我不懂了 这男主别是个恋爱脑吧 申主骗他 害他 他最生气的 居然是他认为 申主忘了他 他陷入了心爱之人 忘了他的痛苦之中 全然没注意到 我的心情变化 这可是 他送上门来的 我骗他只是 顺水推舟 你是谁 我冷声道 之前身少年说 上官越安平日傲气得很 总是面无表情 我也经常面无表情 但不同的是 我是那种什么都不关心的冷淡疏离 而上官越安 是天下人都该匍匐我脚下的高贵傲慢 谁准你忘了我 他语气凶狠 却像是吵架了的情人一样 赌气说狠话 我面无表情 不管你是谁 放开 申少鹤仍不肯松开我 但被我的语气吓到 迟疑了一下说道 申少年没和你说过吗 我皱起眉 却没接话 怎么又和申少年有关系 坏消息 我作为一个恶毒女配 被男主抓了 好消息 男主脑子有病 不仅不杀我 还把我当成菩萨供着 还有一个不好不坏的消息 申少鹤说 申少年死了 我开始不打算和申少鹤走 毕竟我怕眼不好上官月安 但他说申少年被关入大牢 言行逼供之下 透露出我的位置 死前说我跳下山崖时 伤到了头 忘了一切 申少鹤不知道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竟然真的信了申少年的鬼话 还认为我现在不爱 他是被申少年蛊惑了 申少鹤将我藏在了京中别院 每日七八个丫鬟嬷嬷看守我 美其名曰保护我 实则是防止我逃跑 我真心感觉 申少鹤挺不容易的 每天早起上朝 下午陪着柳月安 晚上还背着所有人来看我 申少鹤推开门 站定在门口 长身玉立 那深邃的眉眼看向我时 带着僻逆天下的神采 举手投足之间 也透着上位者的从容不破 好似此刻 他是天下最成功的人 确实如此 他坐稳皇位 成了万人之上的皇帝 朱沙智成了他的皇后 白月光如今也被他金屋藏娇 而最大的敌人也死在了牢中 他现在只需花费些时间 让我爱上他 安心地留在他身边 为他红袖添香 圆了他少年时单相思的梦 上官月安 不仅象征着他年少 不被满足的欲望 还象征着他的胜利 他的成功 申少鹤的眼神极具侵略性 那神情像是他对我志在必得 恨不得立刻占据我的全部身心 我忽然想起来死了的那个家伙 那家伙用什么眼神看我来着 开始他如地狱恶鬼般审视着我 疯了似地问我要不要跳下去 山洞中他故意轻挑地看着我 反复试探我 又云淡风轻地为我披上披风 他这个疯子 还理所当然地割开手臂 要以血伺我 又笑着答应我 绝对不会死 我说不清那是什么样的情愫 他这个人就是很难懂 生来就比其他人聪慧灵巧 他做事情肯定有理由 有时不声不响 就能筹谋一件大事 原著中 男主女主一群人 历经千辛万苦 才看看战胜他一个人 便可见他的聪慧程度 更何况 申少连还屡次给男主放水 我有点想他 他是个骗子 申少鹤瞧着我 轻声道 月安 我听下人说 你今日没怎么吃饭 他其实很小心 如果我不让他进来 他就只会站在门口默默地看着我 随便找几个问题和我闲聊 然后颇为满足地转身回宫 毕竟他晚上还要回去陪柳安安睡觉 胃口不好 整日关在这儿 我如何吃得下去 我逆他一眼 不耐烦地柔柔太阳穴 你今日来晚了 耽误我睡觉 他莫名轻笑 八成是误会了我的意思 你生气了 我无语 他又继续道 今日正是太多 处理了些棘手的事情 我不知道为何有种直觉 就觉得他话中棘手的事 和申少年有关 我下意识地问出口 是和申少年有关吗 他面色顿时阴沉 目光不善 笑容慢慢褪去 你还在想他 我没必要为了申少年得罪他 现在寄人篱下 也没必要自讨苦吃 于是我淡定开口 顺便冲他招招手 随口问问罢了 我只是在想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人 他似信非信 却也大步地走了进来 坐在我床边 更加仔细地看我 仿佛我是他失而复得的珍宝 仿佛又像是真的爱上官月安 无论他有千种不堪 无论他有万般心机 你是什么样的人都好 过去不重要了 别想了 他不知道是在跟我说 还是在跟自己说 我本来是靠在床头的 听他说坐直了身子 靠近了他一些 放轻声音问他 那以后呢 以后我都要一直困在这里吗 原著中描写 男主对上官月安的宠爱程度到了 只要他柔声细语地说几句话 男主便晕头转向地 为他做任何不合理的事情 哪怕是上官月安欺负了女主 男主也只会警告女主离他远点 别惹他不开心 在女主视角里 他深爱的人 为自己的真爱赴汤蹈火 为别人屡屡伤害自己 衬托得他像是个笑话 虐得人心甘疼 看小说时 无数读者都被虐得在评论区大骂 作者信誓旦旦说会虐男主 但结局给男主的惩罚 却是女主死后男主追悔莫及 痛不欲生 对于大结局褒贬不一 有的说为什么不能替 有的大呼太虐了 女主太可怜 说实在的 我觉得男主这种人能虐到他的 只有将他从皇位上脱下来 将他身上的权势全部剥夺 他才会无数个日夜痛不欲生 体会到别人在情感上的痛苦 他幼年被父权皇权摧毁自尊 一点点将他塑造成原著中心机深沉 偏执又缺乏安全感的人 他不同于身少年 他需要权势来给他增加安全感 同时 他的爱也算是一种寻求安全感的慰藉 上官月安在年幼时成为他的精神依靠 而柳安安又在他最危难的时候 屡次雪中送炭 满心满眼地爱他 又为他提供了一个爱的避风港 原著结局 真正虐到他的原因是 上官月安背叛了他 被身少年临死之前耍了一把 留下了两个人中不爱他的那个 上官月安和柳安安 谁死了都不太能让他虐到 但两个都得到 绝对会让他满足 身少鹤听了我的话 却没什么大反应 只是顺势握住我的手 柔声安慰我 月安 你信我 再等一等 我自有安排 我冷笑着抽回手 一眨不眨地盯着他 你什么都不告诉我 却把我困在这儿是何意 你既然说了 前程都忘掉 那就当曾经的上官月安死了 放我离开 身少鹤笑起来 他笑起来的时候 和身少年有点像 让我有点恍惚 身少年说 你受伤失去记忆 你身上却毫无伤疤 现如今又使出 和曾经一样的手段 你要说人本性难改 也说得通 我心头一惊 他几乎不容我 反抗地攥住了我的手 手进之大腾的我直皱眉头 他目光阴寒 语气轻之又轻 上官月安 我们就当你示意了 好吗 身少鹤今日没去柳安安宫中 尽管大太监暗示着 他皇后还在等 他独自一人坐在殿内皇位上 面无表情地 看着外面的茫茫夜色 那日 他确实看出来 上官月安没认出来他 身少年找人给他 透露了上官月安的藏身之处 身少年很能躲 而且阴魂不散 派出去那么多人都没找到他 偏偏这时身少年又让人送信 身少鹤怀疑这是个陷阱 但他还是去了 身少鹤在出发之前 将一切设想得很好 他有无数种手段 让上官月安乖乖留在身边 不会再对他温情与心软 甚至在他求饶时 一个怜悯的眼神都不会给他 他走进院子 他打量着他 似乎他就是贸然走进来的路人 身少鹤笃定 他忘了他 那一瞬间 身少鹤几乎觉得自己 已经丧失了所有尊严 所有要准备 给他的惩罚和责问都验了回去 他日日夜夜藏在心底 不敢暴露的爱与恨 对上官月安不值一提 他不认识他 他再坏再恶毒 他都能承受住 他甚至可以容忍他 虚情假意的爱 可他无法承受 无法容忍被他遗忘 为什么是他先忘了 明明轮到他报复他了 明明是轮到他追悔莫及 痛哭流涕的时候了 明明风水该轮流转 就到他面前戛然而止 奖励他遗忘所有 反倒把他惩罚 他的遗忘甚至不像是失忆 看起来只是忘了他一样 就像是过往他的一切大多都记得 独独忘了他 只把他一个人遗忘在悬崖之下 他才恍然明白 最好的报复是遗忘 申少赫默然回想起 那日悬崖上 申少连嚣张又得意的嘴脸 申少连 这就是你的目的吗 又是一天 昨日申少赫说完那番话便走了 今夜到现在他也没来 我坐在床上 拿着申少连给我的玉牌反复看 我暂且理解为 他将最后的求生机会留给了我 又为了申少赫不迁怒我 说我失忆了 给我铺路 无论如何 我总觉得他没死 至少他不会死在申少赫的手中 就算是死了 我也要看到他的尸体 免得他日后诈尸来纠缠我 有人推门进来 我收起玉牌看过去 却不是申少赫 来者一身黑袍 戴着面具 但走路的姿态像是个女人 柳安安 我不太确定地问了一句 他走过来的脚步停下 默默摘下来黑袍上的帽子 又摘下面具 静静地看着我 我呼儿大笑 我正愁跑不出去 他来得正好 看来你没失忆 他确实长得和身主很像 尤其眼睛很像 不过他的眉尾太过向下 整个人挨愁愁的 显得不太精神 我悄悄伸手到枕头底下摸出匕首 藏入袖中 他没注意到我的动作 反而四周环顾 对着我桌面上的夕阳镜冷朝道 原是在你这里 我只是听少赫说起过你 我笑咪咪地坐起来 走到他身边 你若喜欢 拿走就是 他看向我 皮笑肉不笑地开口 我不像你 专爱拿别人的东西 我点了一下头 顺势说道 是 你不爱拿 只爱为人替身 毫无自我 我戳了他的痛处 他的小脸发白 胡说 我胡说什么 这是赫狼同我说的 不信你自去问他 我似笑非笑地瞧着他 又靠近了一点 赫狼说你善度 叫我千万小心 他笑起来 只是并不像开心 满是苦涩与嘲讽 是吗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我叹了口气 手搭在他的肩上 你大可以不信 只是我与赫狼的仗中密语 岂能说给你听 他美目中的泪 终于滚落下来 一滴泪掉在地面上 用那双在满了痛苦与仇恨的眼睛与我对视 笑着问道 那他说 没说你杀了我腹中的孩子 说没说 你多次将我置于死地 我无法和他辩驳 但给他带痛苦与悲伤的人也不是我 他的悲伤正好是我的戾气 我趁其不备 直接将刀横在他脖子上 不许喊 轻声告诉我你怎么来的 他沉默 静静地看着我 我发了痕 用力在他脖子上 划出一道淡淡的血痕 快说 不然我今天就让你死在这儿 我早发现 少赫将你藏于此处 今日他醉了 我拿了他的令牌来的 外面有没有接你的马车 我压低声音 拉着他到窗边 吹灭短烛 小心观察着正在把手的侍卫 有 他点点头 我用匕首抵着他脖子 贴近他耳边 过去的我有愧于你 你就当我早在悬崖之上 与申少年一起死了吧 我更不会和你抢申少赫 我对他只有厌烦 他威正 你要干什么 你别管我了 我要是你 我可没功夫来找一个 被藏起来无名无分的昔日仇敌 你已经当上了皇后 一人之下 为什么还要委屈自己 你若真的觉得恨我入骨 今日你应该带着人来杀了我 而不是只是来确定 你的男人到底被没背叛你 说到底 你还是不够恨啊 一个背叛了你的男人 真的值得你那么爱他吗 他又陷入了沉默 我却不管他的心理活动 恶狠狠到 现在把袍子脱下来 他看起来不是很怕我 但是乖乖伸手解下了黑袍 露出里面一身素白衣裙 你看 他纵然是做了皇后 还是当年那个爱穿白衣 为爱发昏的小姑娘 一瞬间 我对他是恨铁不成钢 我瞧着他 那双还带着泪的眼 忍不住给他擦了擦眼泪 行了 哭什么 怪可怜的 男人是靠不住的 一瞬间 他的表情很复杂 说完 我披上黑袍 却没法系上绳子 便弄弄嘴示意他帮我 他犹豫再三 还是伸手细细地帮我系上袍子 谢谢 我扯下部分的杀账 我得把你手脚绑上扔床上 麻烦你忍一会了 你 你要去哪 我正忙着绑他的手 他这么一问 还把我问愣了 我脱口而出 我能告诉你吗 我是绑匪 你是肉票 你问我去啊 你咋不直接告诉身上贺呢 柳安安不再说话 乖乖地被我牵着 躺倒在床上 我放下杀账 他越言又止 最后还是开口 你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了 我没说话 拿过令牌 戴上面具 轻轻推门而出 门口的侍卫 只是看了我一眼 又朝屋内看了一眼 便放了我离开 一个丫鬟立刻走过来了 拎着宫灯 引着我走出院子 院内除了那一盏宫灯 再无更加明亮的光 月隐藏在云后 莫名地压抑 我和丫鬟一前一后走着 安静到能听见我不安的心跳 院子不大 很快就走了出去 迈出大门那一刻 我终于松一口气 模仿着柳安安的声音 低声说道 我的帕子落在了里面 去找回来 是 小丫鬟得了令 不宜有她 转身便去 院子外没人 一辆马车停在对面 隐隐约约看到 一个人坐在马车前面在等 我快不过去 却发现那个车夫有些奇怪 他虽然是坐着 但却以一种极其扭曲的姿态 仰着身子 而头古怪地垂在一旁 我在定睛一看 那人明明是被人割了喉 脖子要断不断 风一吹 脑袋就跟着晃 像是活人一样 我转身就跑 还没跑两步 就被人一下抓住了黑袍子 身后的人用力一拽 黑袍子直接被扯了下来 我也被他的力度影响 亮腔了一下摔倒在地 我回身去看 那人戴着一个表情争鸣的红鬼面具 身材高大 又壮又高 缓缓伸手 要掐住我的喉咙 我不断后退 语速飞快 壮士饶命 有仇报仇 有怨报怨 咱们根本不认识 你没必要杀我 他动作一致 微微抬臂 取下了我的面具 上官 他的声音无比熟悉 还带着疑惑 我猛地跳起来 征子你咋在这儿 我来救你啊 阿征依然很懵 你怎么 你怎么自己出来了 我没工夫和他解释 只催他快走 他便背起 我在房檐上跳来跳去 阿征背着我进了一个巷子 左拐右拐 又在一个门口停了下来 他没敲门 只是从口中 发出乌鸦般的难听叫声 叫了不到三声 门便轻轻打开 而开门的人 也不是陌生人 正是之前 陪我们一路躲到破庙的无尘 深少年呢 这是我进了房间 问的第一句话 然而 他俩谁都不回答我 我又问阿征 那天为什么你一直不回来 阿征不说话 我故意说得很难听 深少年没被抓走吧 你们这么安静 不会他死了吧 殿下好好的 你顾好自己吧 阿征终于忍不住了 回答道 知道他没死 我莫名长舒一口气 摸了摸胸口的玉牌 深少年安排了什么任务给你俩吗 阿征给我递来一杯茶 最后一个任务 护送你出城 我拒绝了那一杯茶 点了一下头 示意我明白了 什么时候走 亮起来的时候 我开始不明白 他话里的意思 但一个时辰后 外面冲天的火光硬亮了屋子 那爆炸声仿佛就在我耳边 而阿征已经背着我跑了出来 在混乱的人群中 无尘一身僧袍 双手何时 此乃天罚 天罚啊 深少年这个王八蛋 他这回又利用我了 说我失忆 把我出卖给深少贺 让深少贺沉溺于往日情爱 他在故技重施 我一口咬在阿征的肩上 放我下来 我要见深少年 不行 殿下没空 殿下让我送你去快鸡山 我猛烈挣扎 逼得他不得不放我下来 可怜巴巴地盯着他 我见他一面就走 那也不行啊 阿征挠挠头 殿下说得真没错 火势越来越大 官兵百姓都在救火 但火花一蹴一蹴地炸开 丝毫不给人任何的希望 我望着被火光硬亮的宫门 他说什么了 说你难缠 我笑了起来 你家殿下是个疯子 他要去寻死了 阿征不解 什么 我掏出深少连之前 送我的玉牌 剑令如剑人 现在立刻带我进皇宫 阿征没办法 只好背起我一边躲避火焰 一边逆着人流往皇宫冲 皇宫也发生了爆炸 两拨人已经打完了仗 涌道上横尸无数 而大殿内胜负已分 深少连被人用刀架着脖子 深少赫高坐在龙椅上 正吩咐手下 要给深少连处以急刑 想来也是 他制造了一场这样大的动乱 不为了逼宫 是为了什么 我都能想到 深少赫更会想到 所以外面救火的 都是些普通牙医 就以深少连那些少得可怜的死士 不过是以卵击石 自寻死路 深少连又要死了 阿征背着我从房顶上跳下来 宫中发生这么大的动乱 很少有人能注意到 暗处躲藏的我们 他一言不发地转身 要护送我回去 我拍了拍他的肩 递给他那把 用来威胁柳安安的匕首 那是深少连 曾经已写似我的匕首 他今日寻死 我本不该拦 也轮不到我来拦他 可我不知道 为什么就是不想让他死 或许是可怜他将要 被处以急刑 反正他怎么样活着都好 只要活着就行 绑架我 救他 他眨眨眼 我解明恶药地说完计划 他马上就理解了我的意思 用匕首抵在我脖子上 压着我走进了大殿 此时正好大殿外无人把守 殿内算上深少贺深少连才六个人 深少贺本是面无表情的 他是胜利者 不用大笑来彰显胜利 只需高高在上享受成果即可 但看到我那一瞬间 他微不可查地皱了一下眉 反而是被五花大绑的深少连 朝我特别开朗地笑了起来 好久不见 那表情开心的 就像是他今天战胜了深少贺一样 我压根笑不出来 阿正恶狠狠地朝着深少贺说 放了殿下 不然我杀了他 殿内的灯火通明 深少连像是看戏一样 悠闲地看着我俩 我心里骂了一句疯子 无比配合地挤出几滴眼泪 贺狼 救我 我不想死 深少贺面容阴沉 现在放了他 你还能留个全尸 阿正可不跟他客气 朝我胳膊狠狠地扎了一刀 我没跟你开玩笑 放了殿下 这是我之前逼他这么做的 要不然 以深少贺多疑的性格 还会怀疑 是我配合他们一起骗他 没想到真被扎了一刀 还是挺疼的 疼得我眼泪不停地流 少贺 好疼啊 救救我 这回深少贺表情反而不那么复杂了 那微妙的狐疑也被打消 毕声道 你胆敢伤他 那就放了酒店下 我自然会把上官郡主和皇后都还给你 深少贺深深地皱眉 什么 不必深少贺吩咐 一会儿便回来了个小太监 凑近他低声道 禀皇上 皇后娘娘不在中宫 他说得很小声 但是该听到的都听到了 我暗暗松了口气 毕竟我不敢确保柳安安和那丫鬟回眉回宫 如今看来 是赌对了 我下意识地看向深少连 以求得他的认同 却不料刚才笑得跟花一样的人阴着脸 好像谁欠了他八百块钱一样 目光不善地盯着我们 我向来不惯着他的臭毛病 回他一个无语的眼神 阿征的语气很冲 气势丝毫不输深少贺 我再说一遍 放了九殿下 若是九殿下有一点闪失 皇后与上官郡主的命都会给殿下陪葬的 还有 如果今日我死了 明日皇后娘娘的尸体便会挂在城墙上 深少贺静静地看着他 神色灰暗不明 他似乎在权衡利弊 是失去这次可能仅有的杀了深少连的机会 还是救下两个他深爱的女人 他还在纠结 我决定逼他一把 不得不逼他想起曾经上官月安 温然地笑了一下 我不明白为什么只忘了你 也不知道我们之间 到底有什么样爱恨交织的过去 但过去的都是过去了 这是你说的 或许我坠下悬崖之前的愿望便是忘了你 如今我的愿望灵验 我有什么好贪生的 说吧 我低下头 壮士 你便直接杀了我吧 果然 深少贺还是动容了 他沉生道 等等 阿征一把拽着我的头发 逼着我仰着头 把丧心病狂的疯子演绎的淋漓尽致 谁叫你自作主张的 我怎么能叫你白白死了 不许碰他 深少贺终究还是心疼了 怒气攻心 一拳砸在笼椅上 阿征松开了薅着我头发的那只手 笑起来阴森森的 好好 陛下 让你的暗卫都往后退 不然我就让上官郡主付出点血的代价 阿征越来越有绑匪的嚣张模样 一时间唬住了深少贺 深少贺纠结万分还是说道 放了深少莲 那两个侍卫解开了深少莲的绳索 深少莲慢吞吞地走了过来 现在你该放了月安了 深少贺说道 阿征笑了下 那不行 我们还得出去 还请陛下宽宏大量 阿征一手死死圈着我 一手用匕首抵在我脖子上 一步步后退 让你的人不许跟过来 任何人三米之内有动作我都会发现 我们就一点点往后退 直到退到殿外 阿征猫在我身后 提防着案件 深少贺的人大多数都被派出去灭火了 现在宫中的侍卫并不多 倒也算是件好事 我们三个一直从大殿走到宫门口 深少贺就跟了我们一路 快要走出去时 深少贺面容阴沉 该放了上官郡主了吧 阿征笑咪咪 急什么呀 他一只手用匕首抵着我 一只手将莫名其妙看起来不爽的深少莲扯到身后 深少贺抬起了手 身边的几个侍卫也举起了剑 威胁他赶紧松开我 阿征做事假装松开手 却趁机砸在地上一个烟雾弹 随即便扯着我们两个在空中跳跃 飞速逃离 我和深少莲被他扯着不停地跳跃 踩碎了不少人家的瓦片 加上京城内大火 深少贺的人越来越跟不上我们 跑到郊外时已经没人再追了 我和深少莲对视一眼 随即他的目光落在我胳膊上的伤 他什么都没说 我却发现了他眼中情绪中的异样 他心疼我 我和深少莲有段时间没见 上次破妙一别他让人送我离开 这次京城就换成我救他回来 如今一见 竟然不知道要开口和他说什么 我们又过上了野外流浪的野人生活 阿征包扎好了我的伤口 深少莲看似漠不关心地坐在了一旁 却时刻注意着我的一举一动 趁着阿征去前面探路 我终于有了时间问他一些问题 你屡次三番算计我又救我 到底想干什么 你活着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咬牙 尽量忍住怒气问道 我死了不好吗 他坐在我对面 表情就像是我第一天 和他坐在山洞中一样 淡漠又疏离 我面无表情 不好 上官月 天月要破晓 这如梦境一般的一夜终于要过去 他微微汗手 语气很淡 反问我 为什么不好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还反问我 他还敢反问我 我怒气月盛 正要开口骂他 却发现 深少年用一种早有答案的眼神看着我 等待我的答案 突然间 我发现我愤怒的理由有些可笑 我欲言又止 却发现 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说服自己 说服他 他寻死也没带上我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 他自己不想活了 我还非要去救他 还不知死活的 让人给我一刀 这不是犯贱吗 我为什么非要他活着 难道就是因为可怜他 我脑子里越想越乱 越想越多 明明有个隐约的答案 但又被我自己极力否认 最后只能说 因为我可怜你 他没反驳也没赞同 惯用沉默来回答我 天亮时 阿征回来了 身后还跟着吴臣 殿下 您吩咐的事都办好了 吴臣恭敬道 深少年瞄了我一眼 有意无意地说道 可见也没都办好 我偷偷白了他一眼 殿下 属下失职 阿征抢在前面认错 但逐意都是上官郡主出的 认错了 但没完全认 深少年点点头 那么漏洞百出的计划 也只有他能制定出来 好在深少贺更是蠢得要命 他声音轻烈 温和 又毫不掩饰其中的调侃 深少年说完 还不忘看看我的反应 看我会不会气得跳脚 见我不说话 他故意激我 深少贺很快就会从柳安安口中得知 你的出逃 你可没有再回去的机会了 你早说你要找人解我 我何苦费尽出逃 我瞧着他 他果然没了刚才的得意 笑容微变 转过头去不再看我 深少年其实没剩什么不下了 最后一个心腹就在眼前 当下之际 只能是和我们一起去会计山取他的小金库 我们四个没走官路 阿征选了一条最难走的山路 一路上虽然没有追兵 但也艰苦非凡 逼得深少年这个病骄 没日没夜地阴沉着脸 不知道又在谱写什么复仇大戏 这一路 我和深少年基本没怎么说话 一来不知道说什么 二来他整天黑脸 我懒得理他 便一直和吴臣阿征聊天 吴臣给我讲了很多经文 我全都没听进去 但莫名记下了一首诗 日月长相望 婉转不离心 见君行作处 一似火烧身 见君行作处 一似火烧身 我口中默念 眼神却落在身少连身上 那日山中小庙 他坐在众僧中间 东张西望地找 不安似烈火烧身 可等到他看见我 偏又悄然无声地垂下眼眸 任由烈火蔓延 在我身上燃烧 我避开他眼神 却没想到火种没有熄灭 反而深重其中 我们在山林中穿梭的第三天 我的伤口开始发炎 整个人浑浑噩噩 连走路都是在强撑 深少连最先发现我的反常 他一把拉住我的胳膊 将我扶住 脸色不好 出山 吴臣和阿征有些犹豫 毕竟我们出了山 入城肯定要被搜查 风险很大 但深少连是老板 他们是下属 我是边外人员 谁都没深少连有话语权 只能听他的巡路出山 我是一路被深少连背下山的 阿征几次说要背我下去 深少连却一言不发 沉着脸固执地背着我往下走 你为什么寻死 我怕我发烧晕过去 主动开口和深少连大话 他没什么表情 结局而已 我扶在他的肩上 仰头向上看 从树林的缝隙中 看到点点繁星 前面的人亮起火把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 指引着我们向前 想起那个我和他一起 走出来的夜晚 和现在也没什么差别 只不过有了火光 只不过换成他背我 那你又为什么 让阿征去救我 山路并不好走 加上天黑路滑 他时不时踩空微晃 连带着我在他背上 起起伏伏地晃 可怜你 他随口敷衍了一句 我不懈地撇撇嘴 愧意又来袭 靠在他的肩上 迷迷糊糊回他 我欲连轻轻连我 作孽啊 他身材偏瘦 按理说早该历节放我下来了 可他就这样背着我走了半宿 直到天快亮时 他终于背着我走下了山 山下有一小村落 我们找了一户人家 准备落脚休息 房主是个一对老夫妻 见无尘是僧人 便无比热情地 留我们住宿吃饭 我的伤口被阿征 重新处理了一下 上了草药后 便躺在厢房休息 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晚上了 屋里点着昏暗的油灯 这光实在算不上明亮 屏风后的人影 也就算不上清晰 我只能隐隐约约 看到一个男人在穿衣服 看着身影 像是申少连 申少连从屏风后走出来 他应该刚沐浴完 又微润的皮肤 在灯光之下 泛着水光般的光泽 他长劫湿漉漉的 眼睛黑白分明 像是一只人畜无害的鹿 他像是一个形容词 用来形容他人 追求向往的惊人俊美 又像是传说中的圣子 如此干净 如此纯粹 就是这个认谁 都觉得纯粹又圣洁的家伙 皮囊之下 却藏着一个疯子 思维行动都不受控制 偏又极致的聪慧 若不是天道压制 他便无人能敌 无人可挡 他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大概是此刻无需求生 大概是今夜月色撩人 我不是个太在意爱的人 我想身上连也差不多 我和他是两条路上的人 他什么都拥有 什么都赋予 什么都不感兴趣 所以生命最为清贱 无所谓生死 而我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稀缺 什么都想要 所以生命最为宝贵 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 我们明天要上山吗 他正用一块迫不擦头发 下山 你的伤需要更好的药 容易被抓 我拿捏不准生少鹤的态度 也实在不愿意 被他困在方寸之间 更不想生少连就这么死了 生少连不以为意 擦干了头发 坐到我身边 明天还要赶路 睡觉 次日天不亮 我们便启程了 走了两个时辰 终于走到城镇 不知道是因为此处地偏人稀 还是因为生少鹤 放松了对我们的通缉 我们在街上走了一圈 也没找到关于我们三个的通缉令 更没有官兵搜查 只有几个路人 看到阿征的脸 被吓了一跳 阿征又在暗处藏了起来 吴臣作为和尚 也不便和我们同行 前往镇中的小庙 我和生少连 便拿着剩余的银子 注电休整 我们在镇子里休养了两天 这两天 我一直卧床休息 也没再见到吴臣与阿征 只有生少连一直陪着我 生少连很古怪 他的陪伴主要总结为 坐在床边 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时不时问我一句 要不要喝水 要不要吃饭 第三天 我实在躺不住了 拖着生少连出客栈闲逛 拉着一脸不愿意的生少连 沿街闲逛 生少连臭着脸 大概还因为早上 我说他是宅男不爽 我找了家面馆坐下 招呼老板要了两碗清汤面 顺便让一旁黑脸的 生少连坐下来 他坐在我对面 阴沉着脸 不知道在想什么 老板很快端来了面 我拿起筷子吃了两口 而对面的生少连 还是一动不动 我边吃面边问他 你怎么不吃 对了 这两天怎么没看到吴臣 生少连 这人长得好 坐在这儿就像一道风景 就是表情实在让人不敢亲近 光是坐在那儿 就能看出他的不爽 气压极低 狗路过都得挨一脚 他死活不肯拿起筷子 不耐烦地回答我 他叛变了 我缓缓放下了筷子 瞳孔地震 用眼神表达着疑惑 我正要问他 不远处的天空 突然炸开了一个 类似信号弹的白光 他看我一眼 表情倒是没什么变化 一会儿就来人抓咱们俩 你还有什么想问的 又要死了 我二话不说抓起筷子 大口大口往嘴里送 还不忘抽空警告他 赶紧吃 不吃一会儿去黄泉路上 有你后悔的 深少年逐打嘴硬 就是不动筷子 反正都到这地步了 还不如做个饱死鬼再死 我一碗面吃完 才有时间问他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深少年这个时候 倒是平静得很 像是在讲个故事一样说道 他回来找我们那一天 事出反常 我便留意了他几天 深少鹤大概是想 让他潜伏在我们身边 等到回快基山 再将我们一网打尽 深少年看起来 没有逃跑的打算 我知道他早就不想 再挣扎下去 一直东躲西藏也不是办法 说实话 也没有百分之百 能夺回地位的可能 但我其实还不想死 我们就在这儿等死 我礼貌询问 深少年轻轻转头 你不会死 他又有把握 这人怎么总是一副 胸有成竹的样子 明明死到临头了 他还要表现出一副 什么都安排好了的 坦然模样 我说不出此刻的感受 反正我不想死 我也不想让深少年死 我起身 使出最大的进好 起深少年 跑吧 九皇子纹丝不动 我苦笑着 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听到了不远处城门 传来那种 类似大军压境的脚步声 与兵戈相撞的声音 无用挣扎罢了 他是怀了死志的 想死的人拦不住 而我会活下来 在宫中扮演上官月安 便能让我一生衣食无忧 但我还是想问他 我看着深少年 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 既然这么想死 为什么陪着我挣扎 非要死得难看才行吗 微风吹过 他伸手帮我抚平发丝 只是想看看天柱定的事 能不能改 我忽然想起来他的身份 我的身份 我是恶毒女反派 他是阴狠男反派 两个人凑到一起 不遭雷劈 就算是好的了 那结果呢 还是不能改吗 那些士兵来得很快 这一条街前后 都被他们堵住了 像是早有预谋 深少年仍是不慌 他只看向我 一只手轻拂我的头发 面容平静 眼神却像是在可怜我 他唇叛轻起 却没有任何声音 我正要靠近一点 想要听轻时 突然他掏出了一把匕首 还未等我看清时 那泛着寒光的匕首 就已经刺向了我的腹部 我第一反应是震惊 并未觉得痛 下一秒便有疼痛来袭 我下意识低头去看 那红色的血沾染了他的手 又红又白的 好不惊人 这个王八蛋 疯子 疼痛瞬间开始扩大 我眼前更是一阵一阵发黑 我的本能反应 不是害怕死亡 而是我不能白白这么死了 我忍着疼 拼尽全力扑过去 恶狠狠地张口就咬 我咬住了他的肩膀 申少年这个疯子 非但没推开我 反而揽着我的腰 大笑了起来 我渐渐没了力气 不得已松开了嘴 我倒在了他怀里 他抱着我 死死地掐着我的腰 我费劲地强睁开眼睛 就看到申少年脸上 挂着疯批的笑 让你笑 下辈子我肯定弄死你 我真觉得我要死了 我听到他说 上官月 结果未必真 天命未必准 结果未必真 天命未必准 这是我死前 脑子里一直重复的话 他抓来了申少年和一具 就算是连夜赶路 也发臭了的尸体 申少年是当着 所有士兵的面前杀了他的 他死了 但他依旧美丽 申少年蝕将他放置冰床之上 更是用一箱遮掩湿臭 他长久地抱着他 即使他毫无温度 身体僵硬 申少年蝕很少会有流泪的时候 此刻他更是一滴泪也流不出来 他明明那么爱他 明明那么想和他长相厮守 为什么 为什么流不出泪 柳安安站在他身后 劝他节哀 更是大度地表示可以让他以公主之礼下葬 申少鹤阴森又缓慢地转过了头 眼神似恶鬼一般盯着他 惊奇柳安安一身冷汗 你就这般容不下他 不 他被那眼神吓到直接否认 语气紧张 皇上您要节哀啊 申少鹤却笑出了声 阴森森的 像是鬼站在他身后 安安 怕什么 他是个死人了 没人会和你抢后卫了 他再多的阴谋诡计都使不出来了 对不对 他笑得很纯真 语气听起来也像个天真的孩子 可在柳安安听来无论如何 都带着一种残忍痛苦的意味 让他头皮发麻 不再敢回话 他不敢说话了 申少鹤笑着挥手示意他退下 又转身去看那躺在床上的死人 死人也挺好 申少鹤很乐观地想 死人起码不会逃跑 不会离开他了 这样想着 他还帮他戴上了一个手环 悦安 这回不许跑了 传闻猫有九条命 而我作为一个人 已经有三条命了 听侍女说 我是念叨着结果未必真 天命未必准醒来的 他们喜于上官郡主 从鬼门关走了回来 又苦恼我是不是生病 烧坏了脑子 我醒来时 坐在床上嚎啕大哭 我又活了 哭完了我开始问我是谁 我在哪 我为什么生病 一群侍女七嘴八舌地说 吵得人头疼 但也能让我大致明白 发生了什么 我还是上官悦安 只不过现在只有13岁 刚随着父王一起入京 便生了场大病 要食无医 连着病了数日 京城里的神医都束手无策 父王到处求神拜佛 也无济于事 连棺材都准备好了 结果我又奇迹般地醒来了 玩 玩 那屋外的人还没到 声音却先到了 那两声疾呼 还带着哭腔 不用猜便知道是谁 身主的父亲人高马大 满脸落腮胡 一双黑亮的眼睛 眼泪汪汪 脸上挂着两行青泪 月安 你可急死爹了 他一屁股坐到床边 查看我脸色 脸色还是不好 来人 快快请太医来 看着上官王爷这样焦急的情绪 我突然意识到 这应该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人不会有那么多次重来的机会 我头痛 我猛然抱住头 大声呼痛 我什么也想不起来 好疼 好疼 这是怎么了 月安 别吓唬爹啊 上官王爷惊慌失措 无助地看向旁边侍女 一位诚意侍女说 郡主醒了 便什么都不记得了 现在这样 许是王爷您刺激到郡主了 怎么会什么都不记得 我哭哭啼啼地开口 我见你眼熟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我的头好疼 上官王爷心疼坏了 连忙柔声细语地说 乖板 躺下休息一会儿 太医马上就来了 我顺势躺下休息 太医没多久就来了 他好迈半赏没看出来什么 便说是病久了 伤了心神 一时间有些不记得也正常 开了几副药 给我养神 王爷也没办法 只好天天给我讲以前的事 试图唤醒我的记忆 让他比较欣慰的一点 是我只是失忆 还没傻 行为举止都还算正常 托上官王爷的福 我终于在这个世界过上好日子了 因为要养伤 每日除了吃就是睡 天气好了 就和侍女们在外面闲逛 天气不好 就躲在屋里学绣花 就这样闲散地过了一个月 差不多都要将前一阵的逃亡 忘在了脑后 但上官一族本就是大族 老皇帝 既然要上官王爷带身主进宫 这一行为 本就是想将身主留在京中 好让上官王爷不敢有疑心 本来身主重病 老皇帝也只好说 不必面胜了 可我来了之后 身子一天比一天好 甚至日渐圆润 又恰逢邻国使臣觐见 皇帝在宫中设宴款待使臣 众臣子的家眷皆要赴宴 我入宫这事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了 我入宫那天与世不小 我撑着伞 缓步走在长街上 抬眼便看到了跪在雨中的申少鹤 原著中只两三句交代了上官岳安 为申少鹤撑伞 让他难以忘怀 却没有细血 书中没血含风刮骨 即使身上披着披风也会瑟瑟发抖 书中没血一个十四岁的男生身形瘦弱道 与十岁男孩无异 书中没血雨势越来越大 砸在地上都有积极的拍打声 书中没血店内欢声笑语 歌舞声平 却唯有他一人像是被遗弃在天地之间一般苦跪着 如果想要宿命打破的话 我只需路过他 无视他 步入大殿便可做到思雨不沾身 长街走了一半 我停下休息 刚好停在申少鹤身边 缓缓分给他半边散 上方的宫殿像是一座永不会抵达的幻境 他就像是匍匐在幻境前濒死的一条狗 望着幻境无法停止自己的仇恨与奢求 流露出那种想恨不敢恨 又无比绝望的眼神 走开 这条落水狗纵然是要面临死亡 也要朝路过的人露出疗雅 你难道不怕陛下连你一起责罚 我冷漠地瞥他一眼 不怕 我不是善心大发 只是知道他是男主 现在给他一点小恩惠 日后用得着他的地方也好求人办事 但我不会让他爱上我 申少鹤不想让人看不起他 我偏要看不起他 我故意无比轻蔑地说 可怜 他果然恼羞成怒 转过头去不再看我 我在他旁边站了不知道多久 直到大殿内走出来一个锦衣华服的小公子 头上还戴着紫金冠 上面还欠着一颗无比细精的大宝珠 身后还跟着一个太监替他撑伞 几个陪着十分神气地向下走来 直到他走到我面前 我才看清来者是谁 这不是小板的申少连吗 他现在可比长大了厚白嫩 唇红齿白 眼睛明亮似小鹿 小脸还带着婴儿肥 看着就惹人怜爱 他无视我 七哥起来吧 我替你求情了 上官郡主大病出狱 实在不宜陪着您淋雨 身后的太监立刻扶起申少鹤 还不忘替他披上斗笠 多谢九弟 申少连话说得不算好听吗 但申少鹤还是露出一个歉意的笑容 是七哥不慎伤了你 该罚 九弟不怪哥哥就好 申少连十分明显地敷衍他 知错就好 申少鹤起码还装一下 申少连这人直接装都不装了 怪不得最后输了 从小到大都有着迷之自信的家伙 我站在一旁 默默在心里吐槽申少连 申少鹤被人俯走 申少连甚至看都没看我 转身便往回走 我不紧不慢地往上走 步入大殿便行了一大礼 将平日里练了无数次的话术 在殿上重复了一遍 一切都和预想中的一样 我恭维几句 老皇帝夸我几句我便退坐一旁 西域那帮使臣才是今天的重点 他们一共有四人在席 其中一个年轻人最为瞩目 基本上都是他在和皇帝交谈 而其他三位都一直在附和他 我知道原著中关于上官月安的介绍 是他曾被西域王子看上 要被送去和亲 我在脑子里过剧情 回过神来时便听到那位年轻使者 聊到两地差异 接着又聊到女子 中原女子美则美矣 却光有皮囊 手无腹肌之力 各个大字不识 我们西域女子不仅貌美 还强壮聪慧 他滔滔不绝说了一大段 听得直叫人想翻白眼 我坐在我的位子上 低头默默翻了一个白眼 下一秒 申少连冷不防地开口 上官郡主有异议 我瞬间抬头看去 恰好几乎全场的目光都看向我 坐在高位的申少连 不知道怎么看到了我的表情 笑眯眯地瞧着我 也对 使者说中原女子不善其设 而上官郡主生在边疆 对骑马射箭自然得心应手 看来是迫不及待 想为我们中原女子证明了 他朝我甜甜一笑 是吧 我咬着后槽牙 扯出个假笑 他绝对是在报复我 上官郡主 那使臣之前不曾注意过我 此刻又把目光落在我身上 看我不过是女孩 不由地勾起一边嘴角 郡主这般瘦弱 还是不要逞能了 别摔断了腿 我微微偏头 盯着他看 他大约二十多岁 眉毛浓密 眼眶深邃 一双眼睛正得意地看我 使者也没撞烁到哪里去 我皮笑肉不笑 站起来朝老皇帝一拜 又朝使臣说 今日不宜骑马 不如我们来比比射箭 陛下 臣女请愿与使者在殿中鄙视剑术 老皇帝看热闹不嫌是大 哈哈大笑 云 派贱们搬来两个靶子 众人接后退机米 侍卫们围在皇帝皇子和众臣前面 静等我们两个开始 那使臣并未把我看在眼里 他认为我连弓都拉不开 笑着拉开弓 小郡主 我先来 古代的弓偏重 自从我父亲死后 我就再也没射过剑 都快忘了怎么拉弓射剑 我摆弄着弓和剑 更是让他一阵嘲弄 郡主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说吧 他拉弓射剑 直重把心 请吧 他挑衅地笑了一下 语气不善 我全当听不见 不断调整 适应着弓的重量 他见我不为所动 不禁冷笑 郡主现在要是认输 也不算太丢脸 我仍然不理他 又过了片刻 老皇帝大概是等级了 也怕我是真的临场窃场了 开口道 月安 难道是身体不是吗 我顺势说道 非也 只是我有一绝招 可以去夜流经 还能正中把心 但须一个有勇有谋的人 侧身而立 帮我手持着树叶的夜经 既有绝技 便使出来吧 我的话一出 老皇帝顿时轻松不少 你心中可有人选 我抬起了头 目光盯住一脸 事不关己的申少连 臣女以为九皇子 最为合适不过 胆识过人 又无比聪慧 不知道九皇子 可否助我一臂之力 申少连只是轻飘飘地瞟我一眼 慢不惊心地站起来 好啊 乐意至极 他走下来 停在了靶子稍前一点 侧身站在旁边 一手接过下人递来的一片 不如掌心大的树叶 手捏着细小的叶晶 将树叶向前伸至 刚好和靶心重合的地方 我抬手拉弓 却瞄准了他的头 殿内不知谁惊呼一声 随即便静地吓人 申少连小小年纪 就暴露了他变态的属性 眼睛弯弯 朝我做口型 来 开个玩笑 我假笑着 又重新瞄准那片叶子 雨剑飞出 从身上连指尖查过去 精准地分开叶子雨精 击中把心 好 上官王爷先是反应过来 鼓掌叫好 带起一片贺彩 使臣要来试试吗 我朝他挑眉 我当年 学识便知道自己天赋异禀 如果当年我家没破产 我早就应该加入国家队上场比赛了 他面露蓝色 又有几分不悦 那表情格外精彩 最后咬牙切齿地撂下一句话 郡主好样的 上官郡主 我记住你了 我猜他是那个原著眉露面的西域王子 好 杀 皇帝大悦 众人也跟着连声附和 宫宴结束时 申少连手里还拿着夜精 隔着人群无声地朝我咧嘴一笑 不是开朗的那种笑容 而是疯狂到一定地步的神经质笑容 我无视他 转身离开 神经病 有机会一定杀了他 我和上官王爷一起往宫外走 这一路 他的问题很多 但最让他疑惑的 是我怎么和申少连结仇了 我脑海里闪过所有关于他的回忆 但能说的只有 孩儿今天才见过他 谁知道他为什么针对我 对啊 我和他第一次见面 他为什么故意给我惹麻烦 难不成他记得我 他也重生了 我想到这儿 顿感心骄 心中反复折磨 我知道不能贸然行动 但我迫不及待想见他 问他到底记不记得我 我随便编了个借口 便往回走 追赶申少连 我一路追到御花园 终于在园亭内 看到了现在还和母妃住在后宫的申少连 他看到我有些意外 但还是笑眯眯地开口 上官郡主知不知道这是后宫 外人近来是要砍头的 我脚步一顿 并未理会他的话 你知道我叫什么吗 反倒是申少连先走出园亭 站在路边 身后是碧绿一片的荷花池 他眉头微皱 上官月安 我还是不死心 结果未必真 天命未必准 你听没听过这句话 他表情没变 仍是不解 申少连很少会读不懂别人的心思 但他实在猜不出来我的意图 只好问道 你是在找人吗 其实我也觉得不太可能 申少连要是重生了 第一件事绝对是更加折磨申少贺 而且要是我认识的那个申少连的话 他是能分清我和上官月安的 不是 我才不找那个疯子 忽然大风刮起 玉花园的树中突然窜出来 两个黑衣人手持匕首 从上面向下刺向申少连 我顿时反应过来 猛虎扑石般扑向申少连 却忘了他身后是荷花池 连带着他一起掉了下去 而在快要掉下去 那一瞬间 我才记起来他有暗卫 而那些暗卫已经和刺客交上手了 我会游泳 但申少连不会 他死死地抱着我 我只好拖着他费力地往边上游 但无济于事 我越动越向下沉 一点点地被他拽到水下 这个桑门星 倒霉鬼 我在水下狠狠咬了他的肩膀 反正都是死 这回一定扯上他 好在这回没死成 他的暗卫解决了刺客 将我俩拉了上来 我动得直哆嗦 而申少连上岸后便翻脸不认人 郡主还不能出宫 将郡主送到母妃的侧殿休息 我被送到偏殿 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后便躺在床上休息 直到天色昏黑 我也没收到任何要我作证的消息 就像是被申少连遗忘了一样 侍女送来晚膳 却一句话也不肯回我 怕我如怕洪水猛兽一般 窗外风雨交加 时不时有电闪雷鸣 这是一个适合杀人的夜晚 我开始后怕 如果我刚才没有扑过去就申少连 说不定这个疯子会觉得 我也是害他的人之一 店门猛地被推开 却看不到人走进来 只有一阵一阵的狂风不停地灌进来 申少连 我没下床 警惕地盯着门口 见没人回声 我立刻穿鞋下床 还不忘顺手拿上一把伞 我顺着来时的路往回走 却因为天太黑误打误撞 走到了申少连母妃的正殿门口 奇怪的是 本该守在殿门口的工人都被遣散 而在大雨中 一个身形与申少连无异的男生 站在雨中默默淋雨 我很快就不奇怪了 店内传来了一个女人的惨叫 与鞭子抽打的声音 那惨叫声越来越凄惨 惨到让人头皮发麻 心惊胆战 早有传言 皇帝年纪越大越变态 常常以虐人杀人为乐 我躲在暗处看申少连的背影 努力回想 他杀我的时候的场景 我才不会可怜他 活该 还在这听爸妈的墙角 活该心里难受 我气不打一出来 恨得牙痒痒 仗着天黑暴雨 拿起一块石头 狠狠地砸了过去 精准地砸在了申少连后背上 砸完之后转身就走 我进店迅速藏好了伞 又换了一双干净的鞋 准备睡觉 申少连有病 我可没病 我睡得正香时 却感觉一双冰冷的手 放在了我的脖梗上 冷得我一击灵 一瞬间 我立刻清醒过来 睁开眼时 便对上了申少连 那双有黑的瞳孔 店内的烛火还没燃尽 我看清他的脸 他脸色苍白 嘴唇却像是喝了血一样艳红 身上的雨滴甚至都没干 弄湿了我的床铺 九皇子 这是要我的命吗 我冷声道 他仍双眼空洞地盯着我 半晌才回过神来 后知后觉地说道 不是 我冷 我接受了他古怪的理由 毕竟他是古怪的人 我此刻也不太敢激怒他 那殿下回自己的寝殿吧 这里也不算暖的 他冷得直抖 活像一只小鸡仔 仍然是了神一般的 用本能回答我 这里 这里听不见 屋外又开始打雷 这暴雨 似乎永生永世 不打算停下来了 我叹口气 你的衣服湿了 换下来吧 申少连听见雷声 忍不住一抖 他很少这么听话 一件一件 脱下自己的外衫和礼衣 我看到他身上的鞭痕 很多很多 新的旧的 谁打的 母妃 我从被窝里出来 给他疼地方 你躺好割好被子 申少连却不肯 他死死地抓着我的手 漆黑的眼睛无神 不躺 躺下就死了 他就是不肯躺下来 我没办法 只好以身示范 躺在床上 看 不会死 来躺着吧 申少连这才肯听话 乖乖地躺在我身边 和我一起盖着被子 但他不肯闭眼 磨正了一般 盯着门口的位置 到底是什么刺激 能让申少连变成这样 我不敢想象 我一把捂住他的眼睛 该睡觉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的呼吸逐渐平稳 似乎睡着了 但外面却传来了 很诡异的笑声 那笑声伴着雨声 像是某部恐怖片的背景音乐 我孩儿是不是在这里啊 窗口猛然贴上一张脸 一个尖锐的女生 无比清晰地传了进来 我捂住了申少连的耳朵 支哑一声 门被人推开 我飞快地跳下床 想去门口关门 一道闪电打过 一瞬间使得人间恍如白昼 我看清了门口女人凄惨的现状 他已然没了人形 一只手露出了白骨 脸上一块焦黑 一块淤青 身上的肉似乎被骗下来过 半边身子已经分不清肉与衣服了 身上各处都在流血 血被雨水冲刷下来 在他脚下形成一小片血海 而他完好的手上持着一把刀 露出一个笑容 少连 少连在哪 他不在这 我冷硬地回复他 准备关门 他却像是鬼一样 快速地窜了进来 一眼就看到了 已经醒过来待坐在床上的申少连 那一刻就像是猎人找到了猎物 他亮亮呛呛走向他 语气却无比兴奋 少连 娘来了 他其实活不了多久了 申少连想要反抗轻而易举 但是那个疯子似乎傻了 坐在那一动不动 甚至笑了起来 我按骂一声 随即一脚朝那女人踹过去 发你妈的邪风 冤有头 债有主 你找他有屁用 他被我踹倒在地 那眼神顿时变得疯狂起来 我要杀了他 是他让我变得这么惨的 是他 为什么他不用被打 为什么我生的孩子比我得到更多 凭什么他就被恋爱 申少连的父亲因为恋爱他 取名为恋 他的母亲却希望他少得到些恋爱 说吧 他挣扎地爬起来冲向申少连 申少连 给我起来 跑啊 我来不及阻拦 只得大喊他 申少连如梦初行 在看到母亲向他扑来时 反而大声笑出来 来吧 杀了我 这不是有病吗 我跑上前横腰抱住他母妃 一边拦着他妈 一边骂他 你脑子有病 是不是 杀你你不跑 那你把我关在这干什么 你小子能不能少矫情 有话不会说 硬生生让那个老皇帝 把你娘逼成这样 你也是活该 他母妃怎么也甩不开我 开始无差别攻击 一刀两刀没命中我的手和胳膊 开始往我腰上筒 我松开手 转身就跑 那女人开始追我 被我骂了半天的申少连 不知怎么的开了窍 起身一把握住 他母妃挥刀的胳膊 母妃 我在这儿 跟她无关 那女人发出迹象哭 又像笑的声音 随即一刀捅进了 申少连的肩膀处 甚至用刀在里面转了一圈 申少连也不躲 生生瘦了那一刀 她开始问 为什么要拿我出气 为什么从小打我 父皇打您 您就打我 我真想杀了你们两个 我开始想杀了父皇 但您打我 我不想让您如愿了 这个坏种很平静地控诉 很平静地诉说着自己的恶毒 她松开了手 倒地大哭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她开始怒骂 骂皇帝 骂自己 骂申少连 骂天命 这就是命 申少连 这就是你的命 你活该 我也活该 我们都活该 我就是不爱你 就是不会爱 我们都是这样的人 自私自利 又万分恶毒 你 你也休想好过 没人会爱你 你该死 我一定会在阎王殿里 看你一无所有 看你不得好死 她骂着骂着 忽然一抽 逐渐没了声音 她躺在地上很久 直到她一点不动了 我才敢确认她死了 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你去治下伤吧 申少连眉吭声 抬眼看我 看了好半天 她才说到 她死了 结果未必真 天命未必准 是不是 是 原来她对我说的话 到现在成了她问我 她垂下了头 呆呆地看着自己肩膀上的匕首 你能杀了我吗 不能 我摇头 申少连长截遮住了她的眼眸 一脸平静地叹息 那还不如让她杀了我 神经病 这回你要是真想死 我才不拦着你 我冷漠地从她身边走过去 躺到床上盖好被子 逆她一眼 麻烦你出去死哈 顺便把你母妃带上去 又一道闪电打来 雷雨交加中的电光 肆意把利刃 将她一分为二 面向我的那半边 侧颜是脆弱 是彷徨 而那半边脸 在阴影下像一张诡异的面具 雷声轰鸣 像是呐喊 她默默弯下了腰 想要抱起她母妃 你可以现在就死 现在死也算好的 总比得过 未来被身上鹤打成落水狗 逼到悬崖跳崖而死好 你母妃说得确实没错 你的结局不会好 我的声音伴着雨声 冷嘲热讽的 不太好听 一个动不动就想用死亡来解决问题的人 你的结局只能是死亡 她冷笑了一声 谁的结局不是死 那得分怎么死吧 是功成名就 一生幸福美满地死去 还是孤独半生 被人追杀致死 哪个好一点 我坐起来 阴阳怪气地说 你别用那种眼神盯着我 我才不怕你呢 杀了我之后你也得死 有本事你就当上皇上 那时候你想杀我就杀我 想杀谁就杀谁 好不威风啊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你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看看我说的 到底是不是你的结局 她显然是被我激怒了 阴沉着脸盯着我 嗤笑一声 那你知道你的结局吗 你会怎么死 我救了一个混蛋 那个混蛋又救了我 我俩本来互不相欠了 结果那个混蛋又把我杀了 她只当我是在说胡编乱造 讽刺我道 既然是混蛋 为什么会救你 你还会救她 她说她可怜我 我想了想 又补了一句 我也可怜她 深少鹤知道贵妃死讯 已经是在第二日了 她听到的消息 是宫中进了刺客 杀了贵妃 还伤了深少连 但她觉得有蹊跷 她看到上官府的轿子入了宫 这种紧要关头 怎么会叫上官郡主进宫 深少鹤拦住了她的轿子 说是要感谢她昨日之恩 实则想打听一下情报 她轻轻掀开帘子 抬眸看她 嗓子有点雅 不必多谢 举手之劳罢了 她忽然就不知道说什么了 她的阴谋诡计无法施展 甚至拼命躲藏 不想让她发现 来日郡主有难处 只管向我开口 她没说话 轻笑一下 她一时不知道说什么了 只能看着她的轿子走远 来日还真的让她寻到了这个机会 多年后 郡主被嫁西域 却在路上逃亡 原以为她生死了 谁知她并没有死 而是一路逃亡 一路逃到了她所在驻扎之地 宾死之际被她发现 救了回来 郡主可愿和我回京 申少鹤满眼期待地看着她 上官月安确定了 无法再回到父亲身边后 迟疑道 若得王爷垂怜 那便再好不过 上官月安隐隐约约知道 为什么她会救自己 但那段时间的她 好像都不是自己了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 结下了七皇子这个善缘 管她呢 不管是谁利用她的身份 结下这份善缘 都算是她上官月安的了 她才貌出众 本该嫁给太子 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 那西域王子偏要横插一脚 她怎能心甘 如今峰回路转 又能回京 她才不会放弃最后的机会 她浮在床上 心思却百转千回 七皇子虽对她一片深情 但看上去 不像是能当上帝王的料子 她早晚要另谋出路 她跟着申少鹤回京那一夜 她暂住在京中客栈 左等右等没等到申少鹤 反而等来一位不速之客 上官月安凭着模糊的记忆 轻唤了一声 九皇子 身上连倚着门框 皮笑肉不笑 怎么 你回来是等不及要看我的下场了 她不明所以 没敢接话 可对面那个家伙 像是狐狸一般狡猾 突然盯住了她的眼睛 问道 你是上官月安吗 我是 这个问题 她敢回答且无比肯定淡然 她忽然走了 上官月安突然就明白了 这位也是那个冒牌货的拥护者 即使她发现了端倪 也没法证实她不是 来日照样可以利用她 她一心身上荷药倒台时 慌乱无措 头脑一热便去找了九皇子 毕竟她现在势头最大 最受宠爱 她做好了被拒绝被羞辱的打算 但那个人笑嘻嘻地看着她 好啊 你若是帮我 我会让你得偿所愿的 雨夜 皇宫偏殿 我和少年形态的病交反派吵了一架 身少连不打算死了 打算以后当上皇帝 把我五马分尸 为了活得长一点 还叫出来安慰包扎伤口 我说好啊 你有本事就来啊 他说 你最好活到那个时候 我说他绝对比我早死 他不说话了 他确实很想死 过了半场他露出一个笑容 那我死之前 也一定不会让你好过 我也笑 嬉皮笑脸那种笑 那你得多活几天 就算替我活吧 就算怎么想死 也要记得死前不能让我好过 记住没有 他恨得牙痒痒 转身欲走 但店外是瓢泼的大雨 于是他又退了回来 嘴硬道 这是我母妃的偏店 我为何要走 我紧贴床板 钻紧被子 反正我不走 他顺势一躺 还不忘拿一床被子 我俩并肩躺着 尸体就躺在地上 他突然问我 你不怕吗 什么 我 不怕 我回答得很平静 他似乎问过我这个问题 只不过那天 我并没有读懂 他眼神中蕴含的意思 那你怕什么 我刚想说我什么都不怕 但又想想 之前打工还债的日子 只好说到 怕穷 怕没钱 他虽然不是很理解 为什么我怕穷 但还是点点头 又问 今天为什么救我 为什么救他 我有很多理由 比如我在场上会被怀疑 比如我也可能会被杀 比如当时拽着他一起掉下去 逼得他安慰不得不保护我 可我又想到 在丛林里 他昏迷那夜 我的理由是色令置昏 鬼迷心窍 但我后来又救他了一回 我说我可怜他 其实不是 我之前以为他死了 本来星星点点的思念 在他死而复生时爆发 我想让他活着 就像我无论如何要活着一样 我无论如何也想让他活 就像现在 我既恨他恨得牙痒痒 又想让他长大 长成我认识他时的样子 可怜你 我故意气他 呵 深少年转过身 背对着我 那好 我等着看你说的结局 那夜过后 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跟着王爷离了京城 没过几日 我便在路上得了重病 感觉快要病死之际 浑浑噩噩间 听到有人跟我说 上官月 不许再说可怜我 那声音竟然听着像是深少年 我猛然一睁眼 看到的却不是深少年 是阿征 我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阿征熬红了眼 声音嘶哑 群主 你终于醒了 他是不是死了 阿征没有接我的话 于是我自顾自地否认了这个回答 他肯定没死 你先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这是哪 他没理我 倒是先打开了窗户 这里是会计山 这里的山庄 部分商铺和所有农田都留给您了 还有我 我现在是您的下属 还有一处 他把我扶起来 只管沉默地带着我走 走到一处墙壁前 他扭开花瓶 一道暗门打开 那间暗室里堆了满满当当的金子和珠宝 我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金子 好伴上 我惊叹一声 他 他这么有钱 这是这些年来 九皇子所有的积蓄 现在全是您的了 我的喜悦很快就冲淡 因为我却信 深少年要不然是被抓了 要不然就是死了 之前发生的事情告诉我 我平静得很 其实这个结局我能料到 我现在是你主子 直说就是 我不会做什么冲动的事 阿征犹豫了一下 说道 九皇子在下山那一天 便发现了无尘的异样 我们便将计就计 在阵中寻来一具女尸 白日九皇子陪着你 顺便记下你的容貌特点 晚上给女尸一容 我有点不敢相信 深少年这么病娇娇气一个人 竟然会伸手去碰女尸 九皇子给您的面里下了假死药 骗过深少贺的人 在送你们回京的路上 我便偷梁换住 将你就走 九皇子说 这样才能让深少贺彻底死心 你才能安稳 他有一句话让我转告您 说他不需要好结局 他可以在地狱看着你的结局 我点点头 转身坐在了床上 这个山庄的房子特别大 尤其是窗户大 大片大片的阳光洒进来 让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世界 我笑得爽朗 好呀 以后呢 我们就是快积山第一富好了 征子 快出去给我买点好吃的回来 我都饿死了 在阿征走出屋子那一刻 我便笑不出来了 现在一切都串联起来了 深少年的记忆里 先有的是少年时代和他吵架的我 然后是我离开后 重新回到身体的上官越安 他察觉不对 但还是答应了上官越安要让他做皇后 却又在悬崖之上意识到 此刻的上官越安又是另外一个人 他开始分辨第三个出现的人 到底是不是他认识的第一个上官越安 但那时我还不曾穿越到过去 根本不知道和少年深少年发生了什么 于是他各种试探 故意说我不是上官越安 骗我松口 几次要把玉牌给我 看我是不是曾经那个和他说自己怕穷又怕没钱的人 深少年一定是在某一瞬间认出了我 和他做出约定 却忘记的家伙 他肯定生起我忘了之前的约定 故意不提起过往 不过现在他死了 我的一切猜测全然没有了用处 是对是错 他是如何想的 我没法再得到答案 阳光照进屋 暖洋洋的 我站在阳光下 往窗外看 院子又大又干净 不远处的山上绿衣正浓 纵然一丝风都没有 屋内依旧凉爽 好呀 好地方 我回头看那一世黄金珠宝 就那样随意地被堆在了一起 有些个珠宝首饰连个盒子都没有 就可怜巴巴地夹在黄金堆中 可见其主人多么不在乎这些财宝 想起这些财宝的主人 我反而笑出了声 他像是西方故事中敛财的恶龙 用爪子大肆横扫财宝 统统都揽到怀里 却只为了枕着黄金睡觉 别人看来顶天还难的事 他抬手就能做到 还要嫌此事太轻易 抬手太累 顺手还将成果丢到一旁 我甚至能想象他 当时给自己准备后路时的模样 肯定是一脸不耐烦 在心里想直接死了 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他死了吧 这么长时间肯定死了 他不是说死前要我不好过吗 把这些金子 山庄 商铺留给我干什么 他就是这样折磨人的 他是想把欠我的一次都还清 还是可怜我 我有些魔证了 无数问题不得解答 化作顿刀 缓慢割我的喉 他凭什么擅自选了一个结局 他凭什么就这样死了 我和他说一句话的时间都不给我 命运慢慢从我身上碾过 得出一个我不满意的结果 这就是他的报复 他报复我不肯说实话 报复我骂他 报复我不记得他 我生起无名的怒火 企图蒸发无用的眼泪 申少年 我才不会可怜你 你去死吧 我在会计山生活的一天 早晨天未亮 被噩梦惊醒 做到天亮 阿征来叫我吃饭 装作没睡醒 不去吃饭 躺一上午 阿征叫我吃饭 简单吃了一口 躺一下午 阿征叫我吃饭 不想动又没吃饭 天黑了 睡觉 做噩梦 吓醒 再次做到天亮 申少年真是王八蛋 申少年 你别闹了 我坐在窗前 屋内屋外一片黑暗 我曾燃起一根烛 只是几次三番被风吹熄 像是有人故意为之 我抱着腿 喃喃自语 但又想让人听到 你是不是死了 也不要人安生 一定要我陪你一起死才好呢 你要是想让我陪你死 就让风吹过我的头发 我等了一会儿 一丝风也没有 好吧 我承认这样有点矫情 我将头迈下去 又说道 你难道没有话要跟我说吗 没有来不及说出口的话吗 我将永远得不到回答 我梦到你 你却永远不和我说话 我有点不满 明明是你先来找我的 我这些天似乎有点疯了 总是在夜深人静时 自言自语 你怎么不问问我 问我想不想和你一起死 问我到底想怎么样活着 我有点想那个疯子 前天会计山庄来了一个外地人 他是从京城来的 他说九皇子被斩首示众 失守被皇上喂了狗 他还说皇上整日不上朝 与一具尸体腻歪在一起 他的话打消了我进京的念头 我留那人在山庄里打杂 留他的原因也很简单 他也见过申少年 死都死了 我去了也没什么用 我们是两位书家 偏要不死心地对抗命运 在结局之时 节外生枝 申少年那种轻狂之人 怎么能让人决定自己的命运 他为我和他自己选好了结局 他要我活 惬意地活 不受人控制 不用担惊受怕地活 他又想自己死 死在他父母亲都在京城 他得偿所愿 他死了 比他死了还可恶的是 他的魂魄三番两次地跑回来饶我 他要我的心 我的魂 要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致死不忘 我再次点起蜡烛 瞬间被一阵风吹灭 我顿时打了个冷战 站起来风魔般地转圈 寻找屋内申少年存在的痕迹 申少年 是不是你 你别闹了 你出来 出来见我 我发疯般地大喊 我很少这样失控 当年家里破产 在债主面前剁掉小手指时 都没这样疯癫 好了 别再闹了 出来见我 我不再说你可怜了 我突然喊不出来了 这个房间一如既往的黑暗 且毫无回应 屋内陷入了一种尴尬的沉默 这种安静的沉默 像是在嘲弄我 嘲弄我压抑着的动心 那窗外的风不再涌来 不再安抚我 不再给我渺茫的希望 我手脚冰冷 逐渐呼吸困难 我无比确信 有一只讨债鬼缠上了我 缠着我要还他的命 我慢慢躺下来 反而暗暗地雀跃 那就杀了我吧 我睁着眼 看着无尽的黑暗 我欠了你一条命呀 我还你 申少莲 我在他死后终于说了实话 我从不可怜你 回答我的是漫长的沉默 漫长到我似乎已经被虚无的灵体取走了性命 世界仿佛进入了永夜 我再也不会见到 那个和申少莲相扶持走出来的黎明 夜色越浓 我越发确信申少莲在我身边 那双深邃漆黑的眼眸正在注视着我 而那双漂亮又苍白的手 正轻轻抚摸我的发顶 他不肯锁我的命 那我该如何释怀 你不是想看我的结局吗 那就日夜缠着我 直到我死 我面对过人的死亡 而且我始终认为 活着永远胜过死亡 人活着被人记忆着 各种情感交织包围 有的时间去慢慢放下或者释怀 而人死亡之后 只会将人与人之间的过往清算 折现 粗暴且蛮不讲理的向活着的人赔偿或讨债 申少莲这样一个病交反派的死亡 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赔偿 唯独他能向我讨债 而我心甘情愿地还 突 故事可能会有无数个开头 但只会通向一个结局 尽管这个结局无比落寞 申少莲少年时求死不能 将活着的希望寄托在赌气般的约定上 此后多年间都只是为了他的遗句 当上皇帝而与人博弈 上官月少年时家破人亡 为了母亲背负起责任 不屈不挠地在困境中寻得一个出路 自此活着是他唯一的奢侈品 无论如何都要抓住最后的筹码 申少莲故事的开始要更早一些 死亡之前被人拉了回来 那个人逼着他活 每活一天申少莲对那个人的好奇就多加一分 他有疑惑未解 见到他钱绝不能死 而上官月的故事开始于悬崖之上 那个疯子的喊话 他惊慌之下回身稳住了他的唇 这个疯子给他巨大的冲击 却又在他最寒冷时给予温暖 于是他选择了在危难时救他 他们是离不清谁先爱上谁的 偏右是两个不太会述说爱意的人 上官月后来很少提起可怜恋爱这种词 他很怕会想起一个人 他越怕就越是想起他 他作为一个义士之人在这里生活 再也没人能看出来他不是上官月安 是上官月了 他没有进京 没有去抢他的遗体 没轰轰烈烈地为他报仇 因为申少莲不愿他再去送死 他默认为这是申少莲给他的惩罚 欠申少莲的债 他们之间堆积了很多问题 堆积了很多话 堆积了很多的心事 没有向彼此诉说 所以他匆匆地死亡 像是一场恶劣的报复 可上官月又时常会想 这是不是申少莲能为他做的最后的事 可他没要求他做什么呀 没要求自己一定要活下来 没要求他一定要保全自己活下来 他满足了他的心愿 解决了他的恐惧 然后死了 死在他昏迷之时 死在他在梦境中为申少莲撑伞时 又过了几年 他在山中听说申少莲疯了 现在天下皇后掌权 他很高兴 柳安安做你自己吧 不要再为别人委屈自己了 上官月经常和阿征一起去散步 闲暇时就去钓鱼 回来再和山庄的下人说几句笑话 他总能开怀大笑 看起来无忧无虑 这大概是申少莲预想的他的生活 申少莲刚死之时 他几乎也快死了 整日不眠不休 不吃不喝 他总能感觉到他的存在 他看到申少莲将黄金堆进房间 他看到申少莲坐在窗边喝茶 他看到申少莲嫌弃床板太硬 他似乎无处不在 但又不在一处 他的幻觉折磨着他 他开始意识到申少莲对他的重要性 可恶之已晚 他曾以为世上并无如此刻骨之爱 并没有一个人会让另一个人 用一生思念之情 谁让那个人是申少莲 他经常在想 申少莲这人诡计多端 肯定没死 一定是躲在某一个地方 偷偷看他抓心脑干 看他百转千回 他暗中潜伏 等待他忍无可忍宣泄爱意 于是他绝不交爱宣之于口 他情愿咬紧牙关 现在他已经活过来了 就像将申少莲忘在脑后了一样 他时常带着山庄的人 下山肆意挥霍申少莲留下来的金银 大手大脚 让阿征毫不操心 后来就连阿征都觉得他真的忘了申少莲 只是有一天晚上 狂风呼啸而来 再次吹灭烛火 搅得天地不宁 百受不安 他猜 是申少莲来了 他打开门窗 让风涌进 你赢了 当年一气之下的打赌到如今得到了应验 他午夜梦回时 会遗憾没吃下那颗酸涩的果子 而那个割肉放血 偷藏果子的病胶 在多年后赢下了赌约 他想 结局正如申少莲所愿 求死的人心满意足地死 求生的人苟延残喘地活 风吹起发丝 耳边似有叹息 年少时 因申少莲种下的火苗 破土而出 从他心间发芽 到如今将他焚烧殆尽 风一吹过 他变成了灰烬 上官月意识不清 他似乎真的变成了灰烬 缠绕着风 钟声不停 只在空中盘旋 转啊转 最后死亡之前 停在申少莲手心 烧伤他 烧得他和自己一样痛 他好像听到申少莲笑着说他坏 他笑起来 咱俩天造地设都坏得独树一致的 风停之时 黎明初起 尘埃落定 完 连我年轻番外 申少莲死前觉得自己结局很好 好的不得了 即使上官月安不肯承认他的爱 他一生都在求死 最后求人得人 他一生都在密活 最后长命百岁 多好的结局 九皇子 有人在喊他 他才是柳安安 他朝有声音的地方转过头去 就是临死了 也要说些难听的 怎么 皇后娘娘也要找个尸体整日为伴 可我还没死呢 说吧 他顽劣地扯了扯嘴角 眼睛都被弯了 嘴还那么厉害 柳安安还没说话 一个男生先想起 话里毫不掩饰对其的嘲讽 申少莲假装遗憾地叹了一口气 哎 是啊 还不如龙了呢 倒是不必听犬废了 你这个 那男子还要还嘴 却被柳安安拦了下来 不必多费口舌 柳安安的声音听不出来喜怒 我且问你 陛下上次和你密谈 都说了些什么 申少莲往后一靠 靠在冰冷潮湿的墙壁上 手指慢慢摸上一旁的碗 轻轻一敲 笑道 黄嫂还是问黄兄去吧 这等事 我不好透露的 柳安安皱了皱眉 眼前的人用破步蒙着眼睛 一身求服 坐在那儿 却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不由地叹道 这人真是疯子 明日就是死期 今日还能笑得出来 不过柳安安不会 和一个将死之人计较 给他水 一旁的狱卒得令 给他倒上了这些 天来第一碗干净的水 申少年端起碗 举止优雅地抿了一口 还不忘赞道 确实比鱼水好喝 申少年 谁也给你了 你该告诉我 陛下问你什么了 申少年一脸难办 说了好多 嫂嫂要从哪里听起呢 柳安安嗓子突然 被堵了一下 但还是不情不愿地说了 自从和你聊完后 陛下就风魔般地 守在上官月安身边 你到底和他说什么了 他原以为 上官月安死了 他们就会和好如初 可这些天 申少鹤疯了一般 柳安安守在上官月安身边 生怕他的尸体 在被抢走 他看清了申少鹤 渐渐心凉 我记得 你以前叫他少鹤 申少年一针见血 柳安安忍不住呵斥他 你只管说自己的事 他又喝了一小口水 缓缓抬起头 他的脸对着柳安安 像是在看着他 知道了有什么好的呢 徒增烦恼罢了 柳安安冷笑一声 烦不烦恼的 也得听完才知道 申少年如是重负 笑了一下 皇兄问 上官月安死前都说了什么 你如何回答的 他想也没想 上官月安说死了 也不会放过我 说吧 他摸了摸上官月安咬过的伤口 语气是挡不住的嫌弃 他这人属狗的 咬人疼得厉害 日日夜夜的疼 好不烦人 他嘴里骂着他 但柳安安却听出了别样的情愫 还说什么了 申少年嘴角上扬 像是回忆起了什么好笑的事 说了上官月安投靠于我 暗害于皇兄 皇嫂大可放心 如今皇兄已经知道了 上官郡主的真实面目 想必不日就醒悟过来了 醒悟 柳安安冷笑 反倒是更让他沉沦了 柳安安印象中的上官月安 似乎没做过什么好事 他总在害人 从没消停的时候 如果他没向他人发难 那他肯定是在偷摸做坏事 他的恶毒有迹可循 偏偏申少鹤就深爱他这样的恶毒 他不知怎么的 就想起他与上官月安的最后一面 上官月安本该是他的宿敌 可他莫名觉得悲哀 不是可怜与同情 只是类似于吐死狐悲的悲凉质感 柳安安犹豫了一下 还是问了出来 上官月安真的死了吗 身上连笑容不变 只是偏了偏头 几缕碎发散下来 他在牢中几日消瘦不少 肤色更是不正常的冷白 他骨相皮相都为极品 就算眼睛被遮住了 也丝毫不减他的俊朗 反而带着一种病奄奄的柔弱美感 尸体就在那摆着 黄嫂不妨自己去验真伪 柳安安不愿再和上官月安有任何牵扯 只说道 天下男人原来都是一样的 当时他冒生命危险逃出去找你 可曾想过如今自己的结局 申少连没说话 柳安安身边的男人倒是说了一句 安 皇后娘娘 天下有人情深不负 自然有人薄情寡义 柳安安爱慕者极多 身边这位便是他在规格时的爱慕者 一个偏偏贵公子 甘心一生困在宫中 只为伴他身边 柳安安仿佛没听到他的话 又对申少连说道 你们二人狼狈为奸 他死在你手里倒是冤枉得很 不过没关系 明日你们就在地下相会了 申少连仍不说话 只是悠哉的喝水 柳安安见状也不多言 转身离去 申少连一个人坐了很久 自从没了眼睛 他便开始回想过往 他的一生都在积累仇恨 他极少落泪 就算是被人用刀弯肉 也一生不吭 申少连并非生来如此 只是年少时痛苦太多 无处可说 因而变成了仇恨 他的痛苦与仇恨来自他那美艳的母妃 可怕又瑰丽的识人花 他母妃姓袁 袁妙丽 袁家自古出皇后 但袁妙丽至今仍是个皇妃 尽管她有绝世的美貌 与窈窕的身材 有了她 申少连从不觉得自己恶毒 她的恶毒不是那么罕见 且十分愚蠢 袁妙丽凭借美貌受宠多年 后宫中但凡有些滋涩的年轻女子 都被她残害 而皇上放任她霍乱 还略带宠溺地说 她就是个吃人的妖精 不会救人 只会害人 但她没意识到 年轻貌美的筹码 很快会挥霍一空 报复来得也恰到好处的及时 她以为皇上爱她至极 便胆大包天地下 毒害死了皇后 却没想过 为什么皇上这么多年 不肯废掉这个手无实权 只会绣花的皇后 那天夜里 申少连见证了那朵十人花的报复 亲眼看到她被摧毁蹂躏 而她的仇恨无处释放 只能发泄在那个 比自己要得宠 却不用挨打的儿子身上 谁让她多得垂怜 她的痛苦是被上官月终结的 申少连早就知道 她与众不同 与众不同的原因是 那日宫宴上她大病出狱 唇色苍白 却与西狱使者唇枪舌剑 还不忘冲她咧嘴坏笑 请酒皇子助我一臂之力 申少连终于有了些兴趣 她呼地发现了她的独特 似乎别人都是死气沉沉的傀儡 被人提着献走 有各种恐惧的东西 所以不得不跪在这里演这场戏 包括她在内 她连死都不能死 只能了无生气地活 她却是无视了他们这些傀儡 赖以生存的礼教 胆大妄为地将剑指向了她 申少连无比嫉妒 同时想让她赐予自己自由的生命 杀了我 申少连挑衅地笑着 可惜上官月安真的剑法高超 申少连本以为他们再无相见的机会 可她又胆大包天地冲入了后宫之地 她问她 你知道我叫什么吗 她又问 结果未必真 天命未必准 你听过这句话吗 饶是她聪慧过人 也不解她话中之意 话还没说完 刺客便来刺杀她 远妙利命人让她在这里等候 申少连明知是陷阱却也来了 只因她早存死至 只是她没想到的是 上官月安会不顾一切救她 她落入水中 想扯着她一起死 谁知道上官月安也坏得离奇 生死之际还有时间咬了她一口 真的很疼 这个人怎么跟狗一样 小申少连忘了寻死的事 上岸后便报复性地将她强留在了宫中 多年后 申少连想死的时候 都会后悔当年的决定 远妙利死在了那一天的夜里 那夜申少连关于母妃的记忆很模糊 甚至不如对上官月安的记忆清晰 上官月安要她活 要她逃命 她破口大骂 她横冲直撞 她扯着嗓子为她辩护 雷声轰鸣 她就盖过雷雨闪电 雨势汹汹 她就胜过滂沱大雨 申少连终于肯确定 她是没有被牵着线的 自由的 与众不同的 这是一个真正活着的人 她只是已经死了的活人罢了 远妙利死前提到了命 她的命运是永远不懂爱 不会被爱 不会爱 她思索良久 这样的命有什么不好 申少连又想求死 却将上官月安激怒 他们唇枪蛇见了几个来回 并未分输赢 申少连也有些不爽 谁的结局不是死亡 难道她上官月安的结局不是死 她说申少鹤登上地位 她偏不信 她说她会孤独半生 被追杀致死 她也不信 至于她说可怜自己 申少连更是不信 她等待他们结局到来的那天 但她先等来的是 上官月安死在和亲路上的消息 她才不信 那么狡猾的人会轻易地死了 她仍在京城等待 等待她回来的时候 申少鹤带着上官月安回京的当天 申少连兴冲冲地去找她 好让她知道她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只需一眼 申少连便知道 这不是她认识的那个上官月安 但她没说什么 只是有些遗憾 成功也没什么必要了 申少连是在山崖下再次认出她的 他们真的很不一样 她认识的上官月安只会在心里骂人 而那位上官月安心中满是算计 总想咬掉别人的肉 她认识的上官月安叫上官月 她开始没爱上她 申少连开始只是好奇 好奇他们的结局 好奇她为什么会忘 至于她的死活已经不太重要 直到山中寺庙的那个清晨 上官月迟迟未到 她坐在群僧中宛如火烧身 坐立难安 直到她已经暗中为她安排好了后路 上官月应该活着 至于他们的结局 她为什么会忘 这些问题也变得不重要 不知过了多久 申少连的眼睛隐隐作痛 她慢慢躺下去 眼前无尽的黑暗 在低声诉说她本该属于这里 而她记忆中的光明时刻 就像是梦境一般 逐渐凋零模糊 她拼命地回忆 试图对抗来势汹汹的黑暗 然而光明从不怜悯她 几乎是毫无抵抗地被压缩 被吞噬 最后一刻 所有的光明在她脑海中 汇聚成上官月的模样 好吧 又是她 也不知道她受伤醒没醒 在重新遇见上官月之前 她的计划是带着柳安安 跳崖死掉算了 她本也不打算做皇帝 又累人又麻烦 只不过是因为 她一句结局好坏 她才多活了这么多年 活得不耐烦时 她就像上官月的话 那气人的模样 那句可怜你 上官月回来之后 申少年只好为她想出了 无数种退路 最后她采用了最安全 最两全其美的办法 上官月 别再可怜我 申少年觉得挺公平的 前半生她替上官月活 下半生上官月替她活 九皇子 又有人找她 只不过这次是个男人 申少年不耐烦了 有完没完啊 她蜷缩在阴暗潮湿的角落 可怜兮兮的 但说话阴阳怪气 顾丞相有什么事 可以明日过后烧纸给我 你最后一记诛心 倒是很毒 顾丞相是申少贺麾下军师 足智多谋 申少贺一行人中 唯有他能与申少年斗的 有来有回 申少年还在装 我都要死的人了 顾丞相还说这些 听不懂得干什么 圣上已经被心魔困住了 顾丞相声音清朗 没有半分难过 你以上官月安作耳 几次让他得而复失 失而复得 扰他心绪 又用上官月安的尸体 作为最后一击 伤其心神 圣上少年时 郁郁不得志 上官月安便象征着 他心中的权力地位 他越想得到 却越失去 他付出的越多 他越无法放下 可上官月安 却和他的宿敌纠缠在一起 得到了上官月安的爱 他才会郁闷不已 痛不欲生 申少年安静得很 不知道是压根没听 还是不想说话 顾丞相见他不说话 只好另起话题 九皇子 你有多次可以置我于死地 你为什么手下留情 申少年不耐烦地翻了个身 不管你领不领情 我先谢过了 至于真的上官月安在何处 我不知道 也不会去查 说吧 顾丞相起身要走 床上装死的人 这才慢悠悠说道 你未免高看我了 我这人生性残忍卑劣 你死里逃生是你命的 从不是我刻意放你 我这种人死了 也要拉一个在黄泉路上作伴 你要是想查 便去阎王殿茶生死部吧 顾丞相笑了一下 好 申少年说这话时 似乎看到了上官月 坐在他对面 大口大口吃面的样子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只记得他的样子了 他一向是一个不明白爱的人 却在某日恍然大悟 世人羡慕他身居高位 皇恩庇佑 聪慧过人 只有一个人不识好歹 大言不惭地说着 可怜他 舍命相救 连他平生多难 连他下场落寞 连他无望百岁多折寿 申少年在他那儿 得到了毕生难忘的恋爱 他自诩是个牙字必报的人 上官月忘了他们的约定 他却一直隐而不发 如今想来太过吃亏 只好发怨死后 去给上官月捣乱 申少年制定了最好的结局 但未免有些遗憾 一个人走黄泉路 实在太没意思了 时间不知过了多久 听到外面的钟声 他才知道已经子时了 他眼前依旧一片黑暗 他再也等不到黎明 也许他早就等到了黎明 黎明之时 有人扶着他 丢兵器假般地 将他扯出了黑暗 至此 他的结局终得圆满 也鹤翻外 他想让自己是一只鹤 只等一轮圆月 然而弯月四刀 划伤他每寸肌肤 他不得不清醒过来 他不是鹤 而属于他的月亮 已经沉没 上官月安的尸体 就在他身边 申少鹤日日夜夜守着他 期待他死而复生 害怕他再次逃离 他守着他守了太久 久到柳安安来到他面前 竟有些认不出来 他看着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 不由地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原本和上官月安 有七成像的他 此刻竟然截然不同 申少鹤慌了神 伸手捧着他的脸 想问问 为什么他会变了模样 为什么不是他了 可他一句话也没问 他有愧 他唯独亏欠柳安安 申少鹤一点也不亏欠的人 已经死了 反而是上官月安欠他 他没似申少鹤这般深爱 他一样爱过他 他没有还债就死了 他这样从不吃亏的人 才要耿耿于怀 他忽然忘了 他为什么会爱上柳安安 也许是那些年的思念 模糊了上官月安的脸 漂亮又年轻的柳安安 向他盈盈一笑时 撩动了他的心弦 申少鹤握着上官月安的手 无比僵硬的手 他已经不会腐烂了 他找遍全国能人骑士 才让他美丽依旧 永不腐烂 但死了就死了 即使他有无数方法 也不能让他活着 也不能让他变得柔软 眼前的柳安安 对他这个动作厌恶不已 只可惜 现在的他不会和一个死人较劲 申少鹤久不上朝 他便垂帘听政 朝中的丞相曾经是他的爱慕者 为了他才愿助力申少鹤 现如今柳安安在丞相的扶持下 将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 竟让他发现他做皇帝 也未尝不可 有了目标 他看申少鹤这个绊脚石 怎么看怎么碍眼 原来心中那份爱意 也当然无存 申少鹤 你既然愿意与他相伴 那便日日夜夜守在这里吧 柳安安淡然道 申少鹤知道他早已夺权 此刻也只是静静地 看着上官岳安 柳安安昔日真情实意爱过他 如今这样收场 怎能不唏嘘 他转身走了几步 忽然想起来 如果悬崖上死的人是我 你也会这样吗 申少鹤没回答他 柳安安却也知道了答案 他不会 他会继续做皇帝 继续将上官岳安留在身边 就在他要走出门时 申少鹤突然开口 你比他厉害得多 柳安安笑起来 眼睛却蒙了水雾 原来他厉害 厉害到屡次被人伤害 还能忍气吞声 厉害到可以看着心爱的人为别的女人沉沦 还能回心转意 厉害到不畏生死 可以跳下悬崖 上官岳安不厉害 所以屡屡被护在他身后 他不厉害 所以得到他所有偏爱 他不厉害 所以生死之际 他要把他留下来 柳安安是去了泪 这没什么好丢人的 年少时毕竟真的爱过他 现如今就像是倒掉了脑子里的水 他没再回头看一眼 直接对身边人说道 皇上得了风症 以后就在这宫中养病 不得他出门一步 他软禁了他 毕竟他现在还没有能直接称帝的时机 不过早晚有一日 他会站在万人之上 现在大殿之中又只剩他们两人了 一个死人 一个心如死灰之人 申少鹤声音很轻 像是怕吵醒他 我也想知道 你到底爱过我吗 这个问题柳安安曾经问过他 他用沉默回答了他 他哭得实在伤心 可申少鹤却莫名其妙 觉得有些安慰 至少柳安安是真心地爱他 他在问这个问题时 却联想到了另外一个人 申少莲 那个狡诈阴险的疯子 申少鹤有无数次险些死在他的手里 但命悬一现时 申少莲又像一只玩弄老鼠的猫一样 将他放走 申少莲死前也没让他好过 申少莲洋洋洒洒地说了一大堆 上官悦安曾经背叛他的事 目的就是为了给他添堵 激发他对于一个死人的仇恨 申少鹤被气到口不择言 难道他对你就全无利用之心 至少他同我还有些情谊 与你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 申少莲却笑起来 我只怕他不利用我 当时他以为这是一句申少莲用来挑衅的话 如今他才惊觉其中暗藏的深意 那上官悦安究竟爱的是谁 申少鹤一直在和申少莲抢东西 一直在和他比 比到最后发现申少鹤才发现自己并不能大获全胜 临到结局 他们又差一点打了平手 不过无所谓 他还是赢了 最后守在上官悦安身边的是他 申少莲早已伸手一触 当夜 他做了一个梦 他又变回了那时不受宠的七皇子 因为得罪了申少莲而被罚跪在雨中 受尽众人耻笑 那场大雨似乎从那天开始 自始至终都没有停过 他觉得身体无比的沉重 就像是野鹤的羽毛 被雨水打湿而飞不起来的沉重感 轻盈的脚步声 伴着雨声一起在他身后响起 他不用看也知道来者是谁 那个人走至他的身边 是唯一一个在他身边停下脚步的人 他撑着伞 在朦胧的雨中美得惊人 申少鹤看着他 看着他那双冰冷的眼睛 试图找到一丝的柔软 但他又听到自己的声音传来 那是因为自卑而表现出来的无礼 你难道不怕被陛下责罚 不怕 他声音很轻 他已经太久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了 可怜 他说道 雨滴敲打在伞上 模糊了他的声音 他的话就似乎是从天上云端降下的神域 包含着各种深意 然后申少莲朝他们走来 申少莲假惺惺地替他说情 太监扶起他 他剧烈地反抗 只想留在上官月安身边 然而梦中的身体不受控制 他就只能站在原地 看着申少莲和上官月安 一前一后地向上走入大殿 忽而梦境一转 是他在多年之后再度见到上官月安 他听不清自己在说什么 只是眷恋地盯着他的脸 他的眼睛 然后他终于听清了他的话 用不到你可怜我 不啊 是你可怜我 你可怜我 才再次出现在我面前 你可怜我 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 依旧陪在我身边 如今你又可怜我 深入我梦来 申少莲无力地笑着 是了 他得到的是可怜 不是爱